我再说最后一次 大夏境内 神明尽形 一百年前 突生一变 大雾吞没事件 导致除大夏以外的所有国家 均已消失 一百年后神秘复苏 伴随迷雾的重现 迎来的是各种神话中的神明 而我大夏神明何在 为了保护大夏的子明 大夏守夜人与各种神明 开启了残酷的战争 若暗夜中岭 无必立于万万人前 横刀向冤 血染天穷 男人名为林七叶 十年前还是小孩的他 某晚在屋顶上看见 是天使 尼迦勒 成为了他在人间的代表 五年前开始在他身上 发生更为诡异的事 每当入睡 便会来到一座神秘 且不知来历的精神病院 院里住着六位 患有精神病的神明 林七叶化身院长 通过治疗神明的精神病 来抽取诸神的力量 同时通过击杀神明 可将其转化为精神病院护工 后鬼灭亡出现袭击平民区 被守夜人赵空城 牺牲自己为代价拯救 这次我的身后没有万万人 但我的身后 有那孩子的全世界 晚辈林七叶 送赵空城将军 凯旋 临终前林七叶答应赵空城 加入守夜人十年 成为了一三六队的临时队员 其间更是以临时队员身份 出色地帮助小队 击杀神话生物 南驼蛇妖 就在今天 林七叶将要临来他的新兵集训 在操场上 教官驯化 这届新兵整体天赋之高 史无前例 但别臭屁 别以为你们这群新兵蛋子 真有什么狗屁天赋 现在的你们上战场 只会是害死战友的废物 如果不服 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假面小队 大下守夜人战力最强的 四大特殊小队之一 只要你们能摘下 任意一名队员的面具 就算你们赢 同时这次集训取消 就在不久前 海上的一艘豪华邮轮 突然遭到神秘攻击 邮轮近诡异 悬浮在半空 就在神秘将要昏视游轮之际 一道刀弓划过 神秘被拦腰斩断 望远镜里显示着这一遇 老大的刀法真是越来越狠 海镜神秘就这么一刀就干死了 天平也不错 这么重的游轮 还真就完全挺重 重温一下境界划分 如杯斩之水少不动 被称为第一镜斩镜 如池塘之水多不动 被称为第二镜持镜 如川流之水多且流通 被称为第三镜川镜 如海洋之水耗苗广阔 被称为第五镜无量 若精神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打破空间 维度近似克莱因瓶 则是第六镜克莱因 行了别拼嘴赶紧收工 我们还要去新兵集训营镇场子 漩涡纳闷 让我们假面小队去镇场 会不会太夸张了 是上面直接下的命运 恐怕这些新兵没那么简单 画面一转 一人正拉着行李箱 走在一处森林之中 瞄准镜正注视着他 青年男子 像个高中生 没有携带武器 这人来到一处大铁门前 报上自己的名字 林七叶 你就是林七叶 显然赤天使代理人的身份 早已被众人得知 今年林七叶是第一个来的 离集训开始还有几天 正好带你熟悉一下这里 前面之人名叫洪浩 是这次新兵集训的教官 这看起来像个飞机跑道的地方 上半年用来体能训练 这是食堂 未来一年里 会让你又爱又恨的地方 这是教室 下半年会给你们上理论知识课 那边是废弃教学场 用来教授巷站 神将 划锁等 这里是靶场 熟悉使用热武器 是每个守夜人必备技能 这地方比林七叶想象中大多 建筑设施讲究 他记得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 这集训营 至少要花好几年才能建成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此时林七叶发现 身边每个人都在盯着他 其实这并不奇怪 只因每个人都对神明代理人 存有好奇之心 难道在林七叶之前 没有过代理人参加新兵集训吗 据红教官所知 上一个从集训营走出的神明代理人 现在已经是假面小队的队长 而假面小队 可是四大特别行动小队之一 四位别动队队长实力 在整个大厦守夜人 都是仅次总司令的存在 这时远处的士兵也看到了两个 他们本以为赤天使代理人会摆摆家 看起来人还不错 只是今年的新兵是个什么国 除了这个神明代理人 还有三个超高威静虚拥有准 其中一个序列还在前五十 还有个叫百里图名的家伙 难道说是百里家的那个 重温一下禁虚序列 所谓禁虚序列 就是人类对禁虚的危险等级进行划分 获得禁虚有三种途径 一是天生禁虚 二是借助特殊的禁虚物品 而第三种就是神明赐予 和神明代号一样 从001开始 序列越靠前就代表越危险 禁虚序列在600之后的 被称为无害禁虚 这种禁虚的作用很小很小 最多也就能帮花草浇浇水 杀杀蚊虫 序列在400到599的称为低危禁虚 这种禁虚具备杀伤性 但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合理使用的话或许有奇效 序列200到399的称为危险禁虚 能对人类社会造成规模性威胁 同时具备了与神秘战斗的异 序列90到199的 则是高危禁虚 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持有这类禁虚序列的 无疑是万里挑一的强者 至于序列在89之前的 则被称为超高危禁虚 这类禁虚不但拥有 极强的大规模杀伤力 还拥有匪夷所思的特殊能力 这类禁虚序列 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的范围 动辄拥有毁灭异常的能力 而灵七叶拥有的是序列003 凡尘神域 宿舍区 灵七叶正在收拾行李 可拿出都是队长给他买的 货货烂烂的便宜货 就在这时 房门被用力打开 直接像保镖一样的人对耳机说道 确认安全 可以让小太爷进来 紧接着就是一群人 大包小包一大堆的网里班 然后夹到鞠躬迎接 一个小胖子缓缓走近 对一边的管家说 他是来吃苦的才不回去的 管家看见灵七叶那破烂的行李 就要招呼保镖通通丢掉 我看谁敢动我的东西 真是大扩哨欺负小平民的小说套路 不过灵七叶就喜欢扮猪吃虎这些 谁能想到 下一秒 就被那小胖子一手捉住 亲切地来了一声 哥 啊 这是什么鬼 假面小队 四大特别行动小队之一 战力超群 原本被派来震慑新兵 可这一出场就给一众新兵下跪了 管家就是因为那一声 哥 疑惑的小声问道 这位难道是老爷的私生子 小胖子 让管家把耳贴过来 好似要说什么秘密一样 下一秒 一个大逼都就扇了过去 没错 这是我一父一母的异性兄弟 位表刚刚之举的歉意 小胖子要送给灵七叶见面 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一见如故 情笔经间 小胖子别做了自我介绍 百里图名 你可以叫我胖胖 因为他爸妈也是这样叫的 这些都是他家的土特产 好家伙 没有一块表低于一百万 据胖胖自己说 他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真的不是什么世家公子 吃人的嘴短 男人的手软 灵七叶自然拒绝这份天假见面 谁能想到 百里胖胖一把鼻涕一把泪 捉住他的脚 硬要他收 不然心里不踏实 喂喂喂 放开 别把鼻涕往我裤子上层 两天后 相处下来 灵七也觉得这胖胖性格还不错 本性不坏 就是有点缺心眼 突然门外传来吵闹声 原来是胖胖在宋战友们 自己那土特产 只是他为什么对宋里这么执着呢 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枪响 打断了他们的狂欢 是教官 开集市呢 要不要请几个脱衣舞女郎 给你们住住信 别以为集训还没开始就可以放肆 进了那扇门 你们就是兵 兵就要讲纪律 见教官这么凶 胖胖瑟瑟回道 我 我在跳脱衣舞 您看行吗 教官表示这是第一次 放你们一马 下次在剧中闹事 看老子操练不死你 同时要所有人 十五分钟后训练场集合 训练场上 新兵训练营最高手场 原刚开始驯化 我知道你们都是来自整个大厦的天才 要么拥有常人梦寐以求的静虚 要么拥有登峰造极的记忆 或许还有惊世骇俗的背景 但从你们踏入那扇门起 你们就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新兵 菜鸟 不 现在你们连菜鸟都算不上 你们就是废物 是垃圾 你们觉得我说错了吗 按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就算到了克莱因境 也只是厉害一点的废物 遇到那些真正强大的神秘 连一招都撑不下来 对我的说法 有人不服吗 立刻就有一名军帽 反着带的青年表示不服 随着第一个的出现 接二连三出现不服之人 众人群情激愤 胖胖也问起了林七叶的看法 林七叶自然是心悦诚服的 只因在这里 可能只有他面对过真正强大的神秘 在这些神秘面前 这批新兵连蝼蚁都不如 嗯 你服我也服 林七叶一脸猛逼看向胖胖 袁刚接着说道 既然你们这么多人不服 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认清你们自己的机会 一架大型运输机上 假面小队重队员 静 在机舱内烧烤 此时 队长王面收到信号 通知全员准备上场 漩涡则疑惑 飞机还没降落啊 不用了 王面指了指下面 下一个 汤门直接打开 五人与烧烤炉一同急速下落 你们看那是什么 是人 有人从天上掉下来了 假面小队每人表现不同 有人说刺激 有人大叫自己恐高 只是就这么跳机 摔死了怎么办 王面自信表示 有我在 摔不死你 在下面的众人也看清爱人 是假面小队 这出场方式会不会太掉了 只见五人稳稳落地 队长王面拽拽说道 诸位新兵 你们好 我们是假面小队 就在这时 刚刚恐高的漩涡 双脚一软 像一众新兵跪了 这出场 摔不过三秒的气场 就此打破 239名新兵 对假面小队五人 人数向市占绝对优势 谁能想到假面一出手 新兵立刻变成小丑 这届新兵有着神明代理人 和三位超高威静虚的存在 但教官相信 只要有假面小队队长王面在 假面绝不会输 只因王面同样也是一名神明代理 脚软下跪的漩涡集中升级 双手抱拳 假面小队漩涡 给各位新兵带个早年 只是队友真小当作不认识的 离过年还有七八个月 他也太客气了吧 王面尴尬咳了两声 重新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假面小队 新兵们纷纷一论 真是他们 集训营竟然把他们给请来了 原刚接话 从现在开始到晚上九点之前 在场全员239名新兵 无论用什么手段 只要能接下假面小队中 任意一人面具 就算你们赢 如果你们有这个实力 这一年的集训你就没有必要了 我明天就申请让你们毕业 说到做到 但如果九点前没有人做到 就证明你们确实是垃圾 以后都给我把你们那可笑的骄傲和自负 扔进茅厕里 教官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此时一名新兵提出不公平 假面小队都是川境 甚至海境的强者 我们都是斩境 这不是欺负人吗 袁刚怒喝 你对上神秘 会跟他商量 找个同镜的过来吗 但王面表示无妨 他们假面全员境界压制到斩境 就问你们敢不敢 听后众星兵再无犹豫之子 铜镜还这么活 我们两百多人 堆都能把你们堆死 袁刚补充 你们所需的武器在仓库 放心的 无论把这里闹成什么样 他们都能复原 军贸反代的青年 也郑重把军贸重新带好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杀气满步全场 刚刚教官说的还不够明确吗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下一秒 一名小胖子 甩手就是一个火球 火球在讲台炸出漫天尘土 大家一起杀 断碎他们 各种轰隆声不绝于耳 林七叶却是第一时间拉着胖胖 逃离现场 因为他知道特殊小队 哪可能这么容易被打败 未知的禁虚和能力 贸然前冲就是宋菜 胖胖并不信这种攻击之下 假面小队还能全身而退 一轮乱轰过后 众星兵都显得气喘吁吁 然而 似乎印证了林七叶的想法 一道深紫色的漩涡 忽然在半空中绽放 硬生生息走了所有攻击 强微道弩 少废话拜年载 下一秒 一柄粉色的大锤凭空出现 足足有两层楼那么高 远起呼啸的狂风砸下 把下面的新兵全部崩飞 天平 来捞人 这群新兵都被镇晕了 半小时内结束战斗 不然烤肉凉了就不好吃了 收到 男人拿到武器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展向了美女队友 只因一名假面队员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此时的控制室里 教官觉得还是高估了这些新兵 或许是假面小队太强了 他们可是曾经斩杀过 无量镜神秘的顶尖小队 就算压制到斩镜 经验和配合 还是碾压这群新兵弹子 刚回来的袁刚表示 不一定 新兵看似损失惨重 其实真正有希望 与假面小队抗衡的那几人 都已逃脱 现在搅乱节奏的队友出局 对他们来说 或许是件好事 只可惜 有王面在 他们就赢不了 王面也收到有几个新兵 跑去武器库的报告 他命令越轨去堵门 自己带人从后面包抄 越轨便化身越盲 消失在空气之中 画面一转 灵七叶和胖胖 来到了武器库前 可仅关着的大门无法进入 灵七叶表示 自己的禁须 没有大规模破坏能力 想让胖胖的禁须试试 禁须 我没有啊 那你是怎么混进守夜人的 闪开 一个清冷的女生 从后方传来 你是谁 茉莉 在她的手掌 触碰到仓库大门的瞬间 金属材质的大门 顿时以肉眼 难以捕捉的频率震动起来 下一秒 红的一声 大门化为鸡粉 灵七叶记得这个女人 今早百里胖胖 在对面宿舍楼 搞事情的时候 她就站在女生宿舍走廊上 比一地看着这一切 后来她们还对视了眼 好强的破坏力 应该是某种接触型的 大规模破坏禁须 但胖胖的重点 却是在人家声音 特别好听之上 武器库内 灵七叶问茉莉 你用的是超高威静虚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不想赢吗 告诉你就能赢 你以为自己是谁 就在这时 灵七叶眼睛泛起寒光 一剑向茉莉斩去 这么突然茉莉 根本没来得及反 只是刀剑碰撞之声 来自空白处 竟是一把凭空悬浮的刀 恐怕不是 这家伙似乎能隐藏自己身形 越过缓缓出现 你能看到我 侥幸而已 你应该就是那个 赤天使代理人吧 难怪身上气息和对称那么像 与此同时 差点被偷袭的茉莉怒骂 有本事就正面打 一道紫色风刃横扫过去 风刃命中越鬼 把他的手一分为二 能够控制物体的振动频率 又是个危险极尽虚 就在胖胖以为搞定来人之时 越鬼右手重新凝聚 这怎么可能 高速再生吗 不是 风刃触碰他身体的瞬间 他把自己的手臂分解成月光 避开了你的攻击 被看透的越鬼 感觉这个赤天使代理人 才是最危险的 要先杀掉 嗖的一声 就在越鬼身后发生爆炸 原来有队友才了 他们觉得只有一个假面 机不可施 开火 枪火却在越鬼虚实变回 全部射空 就在他想了结 这些凡人的家伙时 被赶来的灵七叶 一刀割挡住 灵七叶眼睛慢慢呈现金光 神明威压 越鬼大惊 斩镜就有如此压制力 此时的他竞续被压制 无法乐化 灵七叶迅速跳开 同时大喊道 就是现在 开火 可就在新兵举枪之际 所有武器 被一股本命的力量控制 漂浮到空中 躲在洞里的老鼠主动出来 是时候收网了 男人要队友 向强敌紧盯处逃跑 自己却向着反方向飞奔 被美女赏了他一句 你真的够 天平双手轻轻一拍 立场转换 众星兵大惊 怎么武器都飘起来了 原来是假面小队四人到了 越鬼狠狠松了一口气 对面那个神明代理人太难搞了 漩涡不幸 要想看看他的橙色 强威则要个人别凭嘴 收拾完这里 赶去下个场子 林七也知道 就凭这些人根本拼不过 低声吩咐茉莉俩 一会听他醒动 然后高声说道 让在场的所有新兵都听得清楚 他们假面小队再厉害也就四人 其实我们打不赢 只要所有人能同时突围 绝对有逃出去的可 对啊 打不赢还不能跑吗 假面两人轻蔑表示 怎可能轻易让你们跑掉 茉莉 本会你直接破开旁边墙壁 众星兵 我们先发动攻击 大家看准时机 想强攻吗 正合我意 气势被压制 新兵们都是紧张不如 剑没人赶上 林七也也招呼茉莉 就是现在 散发紫芒的长刀 传来嗡鸣之声 长臂被封刃 开出一个三角形缺口 大家快跑 新兵们欣喜若狂 都想着假面小队 白白露你的尾 则 一群耗子 天平控制各种武器 射向众人 剑撞众星兵 你推我紧 都想尽快逃出虎口 可哪有这么容易 强威闪身出现在众人头顶 哇 好大呀 大的是一柄 二点五层楼高的大锤 轰的一声 把出口裂缝给堵死 反观林七也这边 还发什么呆 跑啊 茉莉一愣 你是不是傻 他们都去那边了 大门没人说 现在的他只觉得 林七也真的狗 原来一直拿那些人当幌子 闭嘴 快跑 他们马上就追上来了 这胖子跑这么慢 丢了吧 同意 喂喂喂 武器库里 是假面单方面的玩虐 天平报告 队长有三个新兵 从大门跑 你们集中注意力 送眼前的新兵出局 漩涡去追那三个新兵 收到 都说三个臭皮 降顶个诸葛亮 可男人却能一个顶一个 在极其悬殊的比拼中 寻找战机 漩涡冲出武器库 就看见那三道 等待他的身影 其中林七也 还对他说拜拜 只是他手上的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保险栓 火凯 哄的一声 武器库淹没在火海中 刚赶来的王面一脸猛逼 武器库就这样 没了 爆炸从门口开始 然后连带整个武器库弹药的训报 漩涡大骂 那小子心真黑 要不是他反应快 张开吞噬漩涡估计早没了 幸运的是 面具还在 没翻车 与此同时 监控室内 教官惊叹 不愧为神明代理人 差点就炸掉漩涡的面具了 只是到现在 他为什么还没使用 是天使的神须呢 那可是序列003的凡尘神域 如果用了 漩涡不一定能逃过这一劫 这只能解释 他在等一个更好的机会 画面一转 零七叶和茉莉 在围墙上探出脑袋 胖胖表示 七叶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但那人这样就死了 也不可能在特殊小队待这么久 茉莉重新介绍自己 禁虚序列076 幻象屏动 可控制一切禁虚内 直接或见接触物体的振动频率 零七叶 是天使代理人 那个叫百里胖 百里图名 他没有禁虚 茉莉只关心零七叶 刚刚为什么那样做 他们本来就逃不掉 我们能突围 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 一旦突围人数增加 假面小队 必然会调转主力拦截我们 那时谁都逃不掉 胖胖只觉得假面太强了 我们真的一点胜算都没有 不 只要我们不出局就有机会 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女 宿舍楼外 古道身影 急速悲奔 只因王面之道 大部分新兵已经出局 但剩下的反而是硬骨头 他猜测 剩下的新兵已经各自组队 分散在集训营各角落 等待伏击的机会 英雄所通 林七叶也猜测 假面小队接下来就是 将小团队逐个击破 换言之接下来 就是耗时耗力的据点站 而集训营能做据点的 无非是食堂 教室 宿舍楼等建筑 其中又数宿舍楼面积最大 埋伏的团队肯定也是最多 人数就是假面最大的劣势 而这 也正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王面也深知这一年 境界压制斩禁 已经使假面不具备车轮战的耐力 所以必须一开始 就去除最大的威胁 既然他们现在选择最难堪的骨头 那我们也是时候主动出击 猎人与猎物身份调换 狩猎假面小队 这届新兵天赋之强 史无前例 如果按以往组织教官与之对战 肯定是一败涂地 所以高层决定 让假面小队去阵阵场子 此时 一名新兵正软魔硬炮 游说一佛系青年 佛系青年名为曹渊 也是一名超高威静虚拥有者 出奇的是他完全没有争胜之心 气得那新兵大骂 不可理喻 昂刀一扔 哼的一声关门而去 曹渊漠然 他不是不想去 只是他知道自己的超高威静虚 序列零三腰 黑神斩灭 开启后会彻底丧失意识 仅靠战斗本能驱动身体 敌我不分 画面一转 沈青竹知道曹渊还是不肯来演对这 只能先制定战术 可这一切布置 都被隐身一旁的越轨全部执行 众星兵马屁往死里拍 听得越轨差点获利回头 忍不住现身吐槽 你这计划漏洞也太多了 吓得在场之人一个机灵 一个人还敢嚣张 大家不要怕一起上 可一群小嘎嘎嘎哪会是越轨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战斗 现场还剩三人能一战 越轨目光看向圣鱼之人 沈青竹的脸色阴沉无比 下一秒 右手发出幽芒 飞快地打了个响指 瞬间在他周围出现了一个能量罩 能量罩可把方圆十米的空气抽离 变成一个真空地带 沈青竹知道外面听不见他的声音 但越轨应该能看懂嘴形 现在他的周围氧气被抽空 真空吓人并不会马上死亡 当外界的气体压力消失后 人体内的气体便会膨胀 从口鼻肛门排出 一点一点地被榨干 同时血管内的威气泡会膨胀 产生泡沫状血液 毒涩血管 导致内出血 在这个真空地带里 除他以外所有人只能活十六年 现在已经过了七秒 沈青竹要越轨自己摘下面具 不然他不介意把他和新兵一起杀的 就在这时 沈青竹感觉身后一股暗风袭来 下一时举刀格挡 越轨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猛地用力一揣 沈青竹连人带刀绷飞老年正 两名新兵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剧烈地咳嗽起来 越轨目光森然 疯子 一次比试 你静下如此狠水 不这样怎么把你逼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 沈青竹抬手一抓 下一秒 越轨所在之处 发生剧烈爆炸 那莫不是你的异性兄弟 闹出的动静快赶上你了 如林七叶猜测 假面小队真的进攻速射楼 动静虽然大 但还是没能炸开越轨的面具 胖胖疑惑 七叶你刚刚不是说主动狩猎假面的吗 我们为啥还在这袖手旁观 连茉莉都知道 出手前要搞清敌人的能力 七叶在等王面出手 不仅如此 那个叫沈青竹的没这么简单 应该还有后手 两道身影 破窗而出 越轨甩手向后扔出短剑 谁能想到沈青竹目光一闪 竟被弹射回来 只见沈青竹再次打了个响指 该死 嗡的一声 越轨所在之处 也再次发生爆炸 这群新兵这么喜欢搞爆炸 都是艺术系毕业的吗 这是沈青竹的境序 序列068 器皿 可以操控范围一切空气 当空气中氧气和氮气含量 压缩到一定比例 只要稍稍加一点火化 就能引发爆炸 而我这种大范围杀伤能力 正是你的天敌 但你只能调动半径10米这个空气 依你现在的境界 离大范围还差十万八千里 对付你足够了 就在沈青竹冲向越轨之际 一个巨大的阴影出现在他脚下 这是什么鬼 好快 我靠 是禁须序列068 器皿 超高危急嘛 难怪原教官要我们出手 解决你确实有点麻烦 这次新兵中的硬骨基本已经出现 神明带领人 两个超高危 还有一个在哪 此时王面正中说的 我们中进了 下一名 宿舍楼窗户出现一只又一只的枪口 几名新兵双手暗地发动不力 入口处升起阻隔 完全把假面五人困在其中 将军了 假面 王面 假面小队的队长 不仅是时间之神克罗诺斯的代理人 而且还有一笔 能展开序列301禁序的歌约 没想到的是 竟是百里胖胖家送给他的 沈青竹不屑说道 你们不会以为我们不知道 假面中有人能引申的这个情报吧 刚刚那计划只说给月亮面具听 真正的战术早已布置完成了 好小子 被他摆了一刀 不得不说这布置很聪明 正面打不过 搞一个封闭式环形火力网 发挥人数优势 就是想把我们耗死 漩涡和天平一起看向王面 队长这次也赶紧出手了 早点回去吃烤肉可是你说的 动手 重心兵 火力全开 漩涡立刻展开吞噬 骂的 又是这招 继续攻击 只有斩尽的精神力 我看他能坚持多久 果不其然 漩涡这三秒 难就已经撑不住了 漩涡停手 随即吞噬了的爆火反方向噴出 成功了 就在这时 王面身前出现金色法阵 瞬间新兵动作变得缓慢起来 不对 子弹也一样 是时间 时间被减慢了 在这种归宿下 假面众人轻易避开全部铁灯 下一秒 一道光芒从远而至 亮下了新兵们的狗眼 光芒没有以任何一人作为目标 可就是这道光芒 把他们身后的宿舍楼一刀两断 远处的茉莉受惊了 这是斩镜 他刚刚确实处于斩镜的状态 但这威力实在有点超出常识 一边置换时间 一边斩出这么离谱的刀芒 他的神须到底是什么 王面是时间之神 克罗诺斯的代理 代号017 他的神须就是控制时间而已 至于那道强的离谱的刀芒 你们可以理解为他作弊 他那柄黑刀是一剑镜 能展开序列301镜须的割冤 效果是将自身速度凝聚成刀钢 速度越快 刀钢越强 虽然这件禁物等级不高 但在王面的时间控制下 只用斩镜的加速 就能挥出堪笔穿镜的刀钢 林七叶两人奇怪 你是他肚里的蛔虫吗 原来这柄刀本来就是胖胖家 为拉拢他送出的 小时候还被他用来砍过蚊子 你们家的 等等 你叫百里什么的 是那个被称为禁物博物馆吗 百里是家吗 低调低调 我只是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最讨厌富家公子哥 是那种越富越讨厌 胖胖顿时心都碎了 抱着七叶就哭起来 喂喂喂 你的鼻涕 算了 回去记得帮我洗衣服 画面一转 强威询问 队长你这一下 是不是出手中了你 我避开了每一个新兵 他们只是被埋起来 并无大碍 这一下可转翻了 五十多个新兵 再加一个超高威 这样就剩神明代理人那一队人 强威 越鬼 漩涡跟我搜索其他地方 天平留下防止 还有漏网之鱼 最后一战 是时候会会那个 一直逃跑了 队长也太谨慎了 这时曹渊从废墟里爬出 我靠 还真有 有意思 这样都没事 作为新兵 你的应变能力很不错吗 谁能想到 曹渊第一句话 就是要天平快点把他淘汰 只因他觉得 自己反抗之后 怕天平受不住 这话听起来就怪怪的 救你一个新兵 还能杀了我吗 说不定 可以 那你这次还必须得试试 就在这时 一道刀忙席向天平 我去 年轻人不讲武德 是零七叶小队出手了 曹渊表示干嘛救他 他就是想被淘汰 与此同时 胖胖拉不出 被压住的沈青柱 大叫七叶过来帮帮我 这是曹渊大吃一惊 你你 姓什么 零 双目零 在来这之前 有大师帮曹渊算武 前往苍南 过御仪跪人 若抓住机缘 不仅能洗刷罪名 还能修成正义 大师送了他十六子 双目立身 八神去医 入夜十载 度我世人 零七叶 原来就是你 男人从不拔刀 因为他是禁须序列零三腰 黑王斩灭的拥有者 就在今天 遇见了一生中的贵人 所以他决定要再拔一次刀 我想最后确认一次 你有把握活下来吗 此时沈青柱突然惊醒 茫然的四处张望 零七叶告诉他 只是昏迷了一些会 建议他现在最好休息 恢复一下 马上还有硬仗要打 可刚刚王面那一击 已经让他完全丧失信息 就在这时 天平横着飞了过来 胖胖惊呼假面小队回来 天平缓缓爬起 我靠 这家伙是怪物吗 一缕缕七黑的火焰 从曹渊几乎内窜出 衣服已经被燃烧殆尽 露出结实 且变不伤疤的身体 是那个在宿舍里 打坐了一下午家伙 他这是什么情况 下一年 曹渊身形一闪 如同鬼魅般 闪现在天平的身体 天平立即展开防御立场 可被曹渊刀钢吹哭拉响 轻易破改 脑海里闪过 刚刚星丁问他的话 我想最后确认一次 你有把握活下来吗 就在这生死危机之际 眼前一阵模糊 一个戴着王子面具 手中握着黑刀的男人 挡在他的身前 恐怖的刀钢自戈原传出 曹渊被崩飞老年这么厉害 天平你太清理了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禁须序列031 黑王斩灭 序列在前三十被称为神明灵 是人类几乎无法踏足 而这个序列031 则是真正一上 神明之下众生之上 这力量太强 而他太弱 以至于使用后 就彻底丧失意识 疯起来连队友都看 天平缓缓上升 接下来他要全力以赴 好好会和这个疯 周围散落在地的砖石 同时飘起 锁定中间的桃渊气息 下一秒 天平双手用力一握 漫天砖石骑刷刷掉准方向 如同子弹般爆射而出 在天台上的漩涡羡慕极度恨 天平的禁须真调 想飞就飞 被强威一拳砸下 队长叫我们在这不是看打架 是叫你来找神明代理人一伍的 力度小点 面具都给你打掉了 突然漩涡膀胱一扫 身后出现一道身影 马上推开墙威 展开漩涡防御 只是过于仓促重心不武 NND 现在新兵都这么喜欢偷袭吗 一击未能得手 林七夜要沈青竹过去帮忙 你凭啥命令 你不是问我怎么能赢假面队长吗 我现在告诉你 我来和他打 所以需要你去拖住假面其他人 我靠 要是没赢 你给我等着 远处正有一个大屁股跟着大叫 对对对 茉莉干死他 殊不知 月轨已经悄悄摸到他身后 就在月轨短剑落下之际 胖胖竟被一个光幕包裹 两人对望沉没 我就不信捅不穿 这次短剑更是当郎一声 断为两劫 这是个什么火 不好意思啊 我有这件遥光附体 物理攻击伤不了我的 顺带提一下 他还能用来攻击 序列171 位列高危境虚哦 就在战场混乱之际 林七夜缓缓走向王运 你不去帮忙吗 不 因为我等你很久 与此同时 地下十米的控制室内 也阻隔不了这场 新兵测试的动静 你们觉得这种层次的战斗 是一群斩镜能打出来的 袁刚看着名单说道 这次新兵竟涌现这么多天才 说不准再过几年 空缺的第五支特殊小队 就要出事了 一百年前大物吞没世界 一百年后神秘复苏 伴随而来的是各种神话中的神明 大厦守夜人为守护大厦 前仆后继 与神明展开了残酷的战争 曾经的大厦守夜人 共有五支特殊小队 当年蓝鱼小队的父母 至今一直空缺 今年的新兵涌现这么多天才 使元刚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重建的希望 命运这种东西 一向是不可揣择 这些孩子 未来或许有人会战死沙场 或许有人会远退一方 但一定还有那么几个人 能成长为真正的国家注视 带来一个崭新的大时代 刚刚震天裂地的激动 现在变得落真可 我知道你作为新的神明代理 心中有很多疑惑 等这次对战结束 无论输赢 你都可以来找我聊聊 谢谢 灵七夜拔刀 向前身形极快 时间神域 一上来就展开神虚嘛 不过 现在已经是夜晚 新夜无止 灵七夜爆发的速度 让王面吃了一惊 好快 你的凡尘神域 还有加速的能力 也对 毕竟是续号003 厉害点也正常 灵七夜惊险闪躲 刀刚略过拐刀 切落一羽非法 连忙几个后空翻拉开距离 好险 虽然心夜无折抵消了减速效果 但王面本身的速度 比我也只快不慢 要不是之前在136队 挨过沉默的毒打 还有闪避子弹的训练 只怕现在连5秒不撑不下来 痛快 再来 王面似乎也没想到 灵七夜的身手 竟然如此迷 一刀两刀三刀 灵七夜将自身的动态视觉 催发到极致 远处的胖胖眼睛都看累了 两人打架速度太快 根本无法看清 天平惊叹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队长打得这么焦度 这个神明代理人果然不简单 漩涡也向沈青竹表示 要不咱俩也停战吧 他们打声打死 也决定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两帮人马 顿时变成各自的拉拉动 耗尽精神力的曹渊 有气无力的低肤七夜加油 他可不能让胖胖 抢了他在灵七夜面前的存在感 现场顿时从比武力高低 变成比声音大小 听吧 我的声援比你的梗 展开神须这么久 斩尽的你应该精神力 已经到极限了 看来你观察得很细致 我的神须很强 弘样精神力消耗也很弱 现在只剩最后一击之力 顺便问一句 赢下这场对战 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我不在乎输赢 我只想全力以赴 说得好 那我也用最后一击全力以赴吧 一阵阵金色的连衣 一股强横的神明威压 以王面为中心迸发而出 汹涌地撞入灵七夜的脑海 灵七夜用赤天使的神威震慑过无数人 但被别人用神威震慑 还是第一次 闪出两道金门 各自神威以二人为中心 激烈对撞 掀起的狂风直卷远处重人 天平骇人 这是代理人的神明威压 普通人近距离挨一下 早就直接晕卷 甚至死亡了 现在他们拼的不是自身的力量 而是 蕴藏在体内的神力 恍惚间 灵七夜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 我的石海 一座长有六亿翅膀神像 屹立在他的身后 这是赤天使米加勒 与时间之神 克罗诺斯的神明之战 没想到对轰树秒后 克罗诺斯神像虚影镜 缓缓消散 不对啊 这小子 应该刚成为代理人 怎么神威能这么强 与此同时 林七夜周身 被束缚的时间 神域寸寸崩碎 目标锁定骤然挥刀 这一次王面 没来得及出刀隔板 红色刀芒划过 带有王子的面具 面具碎了 远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控制室 面具裂开 就在下一眼 王面淡淡呼出一句 抱歉 在他眼中金光闪烁 时间神虚 发动 就在此刻 无数奇异的符文围绕 半空中的面具碎片 回到他的脸上 渐落的水回到湖中 林七夜初刀的动作 化为虚影 回到他身上 面具在下一秒 竟恢复如初 林七夜一脸猛逼 刚刚是什么 刚刚我解放了自身境界 用时间 神虚把半径 两千米内的所有事物 都回溯了三秒 除了有神威的你以外 所有人的记忆 也都回到了三秒前 不过我的队员 还有部分实力 较强的教官 应该还是意识到 我倒流了时间 我靠 你耍赖 王面尴尬咳了两声 承认自己刚刚输了 但这次新兵集训 必须要进行 希望林七夜能明白 要林七夜假装没事发生 他不干了 王面承诺 须以五十万红包 一见尽物 外加一个人情 林七夜本想大声斥责他的 可他实在给的太多了 成交 控制势力 手掌刚刚是不是 嗯 我也感受到了 他应该是用了那招 这是无奈之局 集训必须进行 不是为了我们的颜面 而是为了这些孩子的未来 九点了 对战结束 袁刚在讲台上大声训斥 我对你们很失望 239队伍 除了寥寥几人 其他绝大部分 连假面小队的衣角都摸不到 行动拨塌 思绪混乱 毫无章法 我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们都是废物 你们这样 以后只会害死自己的队友 既然你们输了 那就按我之前说的 抛弃你们所谓的自尊和骄傲 忘记过去的荣耀 将全身心投入集训之中 上半年是纯粹的体能训练 我们会用一件镜物 镇压你们的境虚 你们将失去引以为傲的特殊力量 彻底沦为普通人 在此期间 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你们 你们会绝望 会痛苦 甚至会想去寻死 但可惜 在这里 你们连寻死都做不到 至于第二部分 等你们熬过这半年再说吧 解散后 胖胖问七夜 为什么不说出银王面丽事 我了个去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因胖胖有个镜物 可以记录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胖胖我问你 你觉得这些新兵怎么样 除了你和那几个 当然也包括我 其他人都挺菜的 嗯 就算我赢了 也要装出自己没赢 因为不能让这群新兵 真的不参加集训 这样会使他们在毫无准备下 直接踏入残酷的真实战场 胖胖大叫圣人啊 零七夜装逼入圣 嗯嗯 我是为了这些新兵 绝对不是为了那五十万红包 你强归你强 老祖王中王 这届新兵天赋之高 史无前例 谁能想到大厦守夜人最强战力之一 假面小队也得败下阵来 而训练历届新兵的难度加起来一千 这届绝对占九百九十九 队长其实我们早就想问了 时间回溯 今天你还用过一次吧 我们是输了吗 强威你 对 我们输了 后生可畏啊 这届新兵比我们当时强多了 我相信他们应该能轻松完成这次集训 操场上 众新兵干呕不止 才跑五十圈就不行了 沈青竹一开始你不是很狂吗 说一百圈轻轻松松 怎么 现在怂了 骂的 谁 谁说我过 不行了 这才对 还有五十圈 加速 胖胖跑了二十圈 也成功得到了首席晕厥头衔 与此同时 一百圈 灵七夜你及格了 我靠 这是什么怪物 一百圈都不带船的 人形高达啊 王面也主动找了过来 灵七夜想知道代理人和神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从本质上说 代理人和神的关系 其实就是两个字 契约神由于某些原因 一般不会直接出现在人类社会中 如果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的话 就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帮他完成 这时候 联合神就会形成一种契约 而契约的本质就是交换 神将自身部分神力给予代理人 作为条件 代理人需要帮助神来完成某些事情 当然 不是谁都能成为代理人了 只有神的认可 你才有成为代理人的资格 从而完成这份契约 但灵七夜完全不记得你将 有要求他完成什么 就将部分神力给予了 难道是另有目的 王面接着说道 大概八九年前 那时候我还是个普通人 一天正在过马路时 一辆酒驾的卡车向我通来 就在被撞飞的瞬间 周围时间突然被暂停 然后时间之神就将我拉进虚空 和我签订了契约 将他的神区赐予了我 作为条件 我未来必须进入高天云 从里面帮他取出一件东西 高天云 霓虹国神话中的众神之香 那是真实存在的吗 既然时间之神说存在 那肯定就存在 只不过 至今我还没有找到 找到了 原来茉莉在四个 小兔崽子偷看女兵训练 教官表示 既然你小子这么有空 就用刚刚我讲的刀法 和我实战队列 胖胖惨叫 西夜救我 给我捡起地上的木刀 拿溜点 放心 木刀砍不死你 胖胖已经被吓得手足无措 刚的一声 全场安静 遥光免疫物理攻击 臭小子把他给我关了 下一秒 两道刀芒直射教官 完蛋 按错 切换成攻击模式了 你小子是故意的吧 教官对不起 下次我一定及时 关闭遥光的自动防御 你赶紧给我滚 膀胱扫过 竟还有一个站着睡觉的 喂 那个睡觉的 给我过来实战队列 我妈 不是你是谁 我带了这么多戒心病 就你们最离谱 上课偷看女兵训练 还有睡觉的 我今天必须 治治你们这些臭毛病 陶渊没有伸手接刀 而是任由木刀 掉到自己的脚下 然后就高僧上身 对不起教官 我不能碰到 木刀也不行 我怕你控制不住我 少废话 拿起来 这是命令 唉 那好吧 林七叶等人脸色一变 同时向后狂退数十米 看向教官的眼神 满是同情 教官一愣 看到这一位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只见曹渊眼中闪着鸿芒 二话不说 抄起木刀 就冲向教官 教官低头避开 等 等一下 一击不成 曹渊身还没回 就一刀向后消去 教官虽然打了大 可力量之大使 他连人带剑 飞出老年这么远 刀钢余下 横锋扫过新兵 教官立刻疏散人员 这不是演习 是真正的战斗 连忙拔出真家伙 可谁能想到 真刀与木刀碰撞之下 也再次被曹渊击飞 教官有点崩溃 他就想教他们用个刀而已 这届新兵 能不能有个正常点 胖胖问林七叶 禁须不是被镇压了吗 曹渊怎么还能用 禁须序列越高 那件禁物镇压的效果就越弱 他镇压其他人的禁须还好 曹渊的序列太高 根本无法完全镇压 你别看那些新兵蛋子 来和我打 蜂魔状态下曹渊 可是连王面都觉得棘手的人 可况是禁须被压制的教官 就在下一秒 胖胖开启了摇光 挡在教官的身前 不是叫你们撤离了吗 怎么还在这 只是摇光在咔咔声响 貌似也是抵挡不住 就在这时 林七叶从旁一脚 把曹渊踢飞 趁着这个间隙 林七叶让胖胖给他整把刀来 百里胖胖将手伸进口袋 快速翻找起来 有了 可以用这把 封刺 不过七叶 你要住 话没说完 林七叶提着封刺就冲了过去 在无数次对碰中 封刺发出滋滋响声 下一秒 轰的一声巨响 就在两人中间发生爆炸 此时胖胖才把没说完的话积蓄 要注意这把刀会储存受到的冲击力 然后以爆炸的形式释放 你 哪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劲物 我靠 爆炸太突然 这下肋骨应该都炸断了几个 与此同时 陶渊从烟尘中提刀跃起 我去 躲不开了 那只能 一道金光从零七叶身上 爆发而出 喂喂喂 这届新兵能不能有个正常人 这是此时教官韩丽的想法 五花八门的进武 封魔乱砍人的学员 我只是想教他们用个刀 有这么难吗 零七叶用神威震慑 已经封魔的陶渊 别忙问胖胖 再给我个能封住禁须的东西 有了 封禁之卷 可以暂时封禁人体 或禁物所产生的禁须 零七叶扯出封禁之卷 飞快冲向曹渊 在他头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 蜂魔的曹渊随即音声摔倒在地 画面一转 袁刚无奈 怎么又成这样子了 这群新兵是拆迁队吗 韩丽也表达歉意 真不该不听袁刚的提醒 差点就闹出教学事故 这是因为他今天刚下飞机 就拿起脚鞭 根本没有看见之前的笔事也多离 很明显常规训练方法 已经满足不了这群新兵了 得给他们上上强度 来点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 叹息之旅 食堂内胖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白面馒头和一块生肉 胖胖只想随便来点家常菜 比如佛跳墙 还有鲍鱼吃啥的 听得零七叶心醒 你对家常菜的定义还真是独特 但不管啥呀 这次都得吃下去 高强度训练只吃馒头 身体可吃不消 下一秒 一条七色彩虹 就从他嘴里吐出 吃生肉是守夜人的传统 成立之初 正好遇上大灾变 那些年 前辈们都是可子树皮 嚼着草根 拿着刀和神秘拼命的 就算现在经济发达了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忘 现在如此 未来依旧如此 这时 在零七叶面前递来一个蛮 曹渊一脸笑意 这是我的 给你吃 他竟然 舍得把唯一的馒头给别人 零七叶表示 如果你是为了昨天的事 大可不必这样 不是的 我只是想单纯的舔你 胖胖大惊 这TM是个禁敌啊 曹渊也细说一番 其实在我身上 背着333条无辜的人 为了赎罪 曾去九华山诵经念佛 静修七载 但这一切仍然不够 金禅大师说 只有一人可助我话去罪你 双目立身 八神去医 入夜十载 赌我世人 就是指你 零七叶表示随你了 反正我不会替人消灾肚戒 更无法给你做出任何保证 此时胖胖跟曹渊杠着 你小子要知道的先来后到 那要看七叶的决定 可恶 谁让你七叶七叶叫得这么轻易 就在这时 广播里传出声响 你们还有十分钟吃饭 十分钟后全体集合 出营特训 听到能出营 胖胖兴奋的虎区一阵 但在零七叶看来 未必是什么好事 这说明 集训营里的设施 已经无法满足特训条件 时间不长 众人到达目的地 竟然是金南山 这是位于苍南石礁的一座武山 一年到头也没什么能来 连刚要每个新兵 负重35公斤 在明天天亮前 穿越这片山脉 报告 将茉莉发问 就是普通的腹中越野吗 叹息之旅 顾名思义 失败者将叹息自己为什么失败 只因失败者所受的惩罚是 将心里的秘密全部公之于众 只能说教官们 你们真会玩 普通的腹中越野 对出身特种兵的茉莉来说 就不是个事 可她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一台台无人机 随即出现在众人面前 上面还装了机枪 枪里装的是电击弹 不会弄死你们的 但负重自带定位功能 一旦被无人机击中 就意味着失败 失败者将会接受超出你们想象的残酷惩罚 还有三个规则 第一不可私自丢弃负重 第二不可用任何方式触碰无人机 第三不可相互攻击 顾犯任意一条将被认定为直接失败 现在特训开始 进山 金南山某处 一神秘男子正在布置法阵 从他口中说出 这下没人能走出这座金南山了 画面一转 胖胖已经累得不成人形 曹渊让他拿点小道具出来不就行了 胖胖也想啊 可进山前就被韩教官全部收走 此时 曹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一台无人机从他们头顶掠捕 三人庆幸 明显这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远处一名新兵躲避不及 被无人机直接命中 发出令人牙酸的电流声 然后从无人机上落下钩锁 抓起被电云的新兵扬长而去 竟没想到 这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被淘汰的 胖胖觉得被淘汰也挺好的 对他来说 在这大山里 躲着无人机跑一整天 才是最大的惩罚 下一秒 听得到吗 负重镜配备了音响 他们想干嘛 赫讯指挥帐篷里 报告首长 音响没问题 那么 惩罚开始吧 此时从音响传出 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王良 紧接着就是小明 身高 体重 甚至连长度都想爆出 够了够了 这名被罚的新兵 手上戴着的是 为失败者准备好的进物 真言戒指 让佩戴者如实回答 任何被问到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一直喜欢住 楼上的大姐姐 昨晚我还梦到她 教官顿时来了兴致 王良啊 你梦到了她什么呢 我梦到了她用 高跟鞋踩我的脸 然后用蜡烛 又用皮鞭 最后是 你喜欢这些 山里的新兵 已经笑出鸭声 我靠 忍住 无人机还在上面呢 嗯嗯 我好喜欢啊 急行 这是残酷的急行 我去 应该用了某种 让人不得不说真话的进物 这招真狠了 这是一只手搭了过来 胖胖一脸阴沉的说道 七夜 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我被击中了 立即 马上 当场 杀了我 此刻胖胖 便犹如神明附体 催促两人快走 这小子 究竟有什么惊天的大命 时间到了晚上 胖胖不停对自己说 图名你可以的 绝对不能倒下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走了十二小时 可还是完全看不见镜头 零七夜突然停住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座山不对劲 以他所知金南山的面积 十二个小时 应该早就走出去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其实不在金南山 不 我确定这里就是金南山 这个月亮的位置 也很不对劲 胖胖不明所以 曹渊也意识到了问题 现在大概是晚上七八点 这个季节 月亮刚出来没多久 应该还处于 离东边地平线 没多远的位置才对 但现在的月亮 却位于凌晨 才会处于的高度 胖胖惨叫 我懂了 教官们肯定又用了什么进物 完全改变了 金南山这片空间 看来从一开始 教官就没想让我们 能真的出去 他们要的 就是在这里彻底 榨干我们 这这这 原来是个大坑 叹息之旅 教官们根本没有想过 让任何一名新兵走出山脉 想杀我铁腿水上飘 哪有这么容易 全弹发射 灵气也发现 不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到现在 至少那些历劫晕厥之人 就没有出现过在惩罚之中 画面一转 三道身影 急速逃跑 无人机发出刺耳的尖笑 沈青竹被盯上了 他慌忙间被突起的石块 绊了一下 这可是要命的时候 电流声随之传来 下一秒 一名队友竟舍身 替他挡下了电机 沈哥 快走 则 自作多情 沈哥 走啊 就这样这名队友 被无人机回收 又来到那个熟悉的场景 喂喂 应该都能听到吧 又来人了 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 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注意不要长度 俺叫力量 接着就是身高体重 很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喜欢的人 有的 我喜欢沈哥 沈哥是谁 我大哥 沈青竹 我们是军人 不管有多好笑都不管 总之你为啥会喜欢他 原来在高一那年 他的弟弟 离家惹上了 当地的一群小混云 每天被堵在校门口 拿不出钱就打 后来混混被大他们一届的 沈青竹狠揍入了场 因为这是沈青竹 被学校开除 自打那时起 我和弟弟就发誓 要跟沈哥一辈子 虽然沈哥看起来脾气很差 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这个世界上 最温柔的人 有时候 我反而希望沈哥拿鞭子抽我 还有 听到附近的笑声 沈青竹他怒了 你们三够了 TMD明明是那小子受罚 为什么射死的却是老子 与此同时 无人机再次出现 林七叶大脚一身 把沈青竹踢飞老年这么远 你 要不是我这一脚 你可就淘汰了 林七叶表示 分开走 这样被追的概率会减少一半 切 要你管 我们走 在与假面打的时候 沈青竹就看不爽这个神明代理人 这次他一定要第一个走出去 好好打脸这个狂东西 此时 李甲脚下一半 直接跪了下来 只因他在小溪时 已经把脚给崴了 拖到现在 真的走不动 无人机那催命之声 也再次传来 沈哥 别管我 你是干大事的人 这次一定要拿个第一 给他们看看 沈青竹黯然 他是多么不想丢下 多年来的兄弟 但他对自己说 沈青竹 你是要成为强者的人 强者就得新构啊 你要第一个走出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多强 李甲已经放弃治疗 他只祈求一会 别问他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要不然让沈哥听到 他又要尴尬了 就在电流落下的瞬间 一道深意 拿着石块挡在他的身前 沈哥你 规则规则 规则算个屁 真正的强者 才不会被什么狗屁规则束 无人机音声爆炸 规则还说不能打无人机 老子偏要打 废物 还能站起来吗 你沈哥来救你了 与此同时指挥室附近 演习用电机导弹就位 目标已锁定 全弹发射 一枚枚导弹 带着破空之声 呼啸而出 我靠 什么情况 还有导弹 这些教官还真能整活 沈青竹笑了 他们恐怕忘了 导弹是需要空气中的 养来推进的 我只要用器皿 抽空周围空气 这些导弹就是废体 沈哥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禁绪还被压制着 我靠 忘了 无人机正在回收两名新兵 画面一转 沈青竹 未待到你 我们整整打空了一组训练弹 说说吧 怎么敢违背规则 打爆无人机 沈青竹知道 接下来的惩罚是什么 他有点怂了 就在这时 韩力突然闯进 惩罚暂停 有紧急情况 空间禁物 被新兵发现了 一只乌鸦正俯视着 那件封锁空间的禁物 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出去的路 遇事不决 导弹来解 解释不通 海甚变空 探息之旅 自创立之初 二十多年来 无人能成功 这些新兵存在的几个异类 能打破这个记录吗 灵七夜 向胖胖两人 解释自己的境序 越到夜晚越强 能够将所有夜行生物 变为眼线 从入夜之初 就一直通过 他们观察我们的行径 这不得不使曹渊觉得 他所代理的神明 和黑夜有关 灵七夜 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原地绕圈 胖胖疑惑 如果是原地绕圈 经过同一地方时 应该早就觉察了 假设我们周围的警务 都是假的呢 我们都是靠视觉 感知外界情况 对脚下的道路 并没过多在意 这种情况下 脚下得路一样时 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灵七夜 猜教官正式利用这点 通过某种境物 改变了金南山的视觉景象 从而误导 我们以为一直在往前走 这就能解释月亮位置的问题 应该是怕我们中 有人会用星象导航 曹渊问道 既然能用夜行生物做眼线 那么他们能找到出去的路吗 并不能 这个境物生成的视觉景象 再不断变换 即使是夜行生物 也摆脱不了误导 现在虽然没法直接出去 但灵七夜 已经找到了那间境物的位置 只要解除境虚 自然就能出去 不过他相信教官们 是绝对不会让事情这么简单 你们要一起吗 你去了 我去呢 胖胖头痛了 万一失败 那惩罚 那儿的 老子豁出去了 也算我一个 你手上的汗好多 够恶心的 闭嘴 画面一转 监控室里 众教官在想办法补救 只因海慎伞 不仅能改变附近空间视觉景象 还可以感应到靠近的境虚 并通过伞套发出警示 虽然目前在监控画面上 没有显示异常 也把压制新兵禁虚的 那件境物一起带来 但问题就在 那件境物只能压制 序列在四十之后的禁虚 别忘了 这次新兵中存在的几个异类 首长你的意思是 零七夜 放出全部备用无人机 所有电机导弹 瞄准海慎伞附近区域 探息之旅 从创立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 在此期间 没有过任何一名新兵 走出的先例 这个记录绝不能砸在我们手中 一匹匹无人机 向海慎伞方向靠拢 看来零七夜没有猜错 教官是铁了心 不让新兵出去了 此时零七夜发现胖胖不见了 胖子你疯了 七夜 如果有一天危机来临 你是愿意做一秒的英许 还是一辈子的懦夫 这胖子怎么突然上身了 喂 我在这里 留着你们来啊 无人机同时开火 轰的一声巨响 被胖胖艰难躲开 一股毅然决然的气势 从他身上涌现 你们俩还在等什么 快走啊 我们三个要是一起走 就一个都逃不掉 零七夜果断无出 走 趁现在所有无人机被胖胖吸引 其实经过这么长时间 胖胖实在有点走不动 但此时的他为刚刚说出那句台词 感觉简直摔爆了 可下一秒 数之不尽的无人机出现在他面前 我靠 果然装逼会遭为批的 与此同时 一教官报告 发现零七夜 果然很聪明 让那个胖子引开无人机 不过他不会想到我们早有准备 电机导弹全部发射 目标零七夜 靠近海慎伞的两人 顿时来了一句 波草 人生中有几个能为你挡子弹的兄弟 不妨在评论区 add他一下 在兄弟的帮助下 男人也破了二十多年来 没人能走出金南山的记录 导弹像不要前般飞往海慎伞方向 与此同时 胖胖再也坚持不住摔倒在地 支撑他走到这里了 只有一个信念 七夜你一定要走出去 眼见导弹急速下落 那道黑影飞升扑向海慎伞 说是时能时快 身后传来巨大的推力 携带电流声 把那道黑影击飞 于教官报告 林七夜被击中 失去行动能力 等等 海慎伞 失效了 此时的天空寸寸崩裂 一块块闪烁着亮光的碎片 像雨点般落下 林七夜正看着镇幕 谢了 胖子 曹渊 十五分钟前 刚听到曹渊说 要一个人去解除静幕时 林七夜吃了的大惊 曹渊的意思是 教官们肯定早布置了严密的房间 所以自己去解除静幕 林七夜负责走出这座山 林七夜再次告诉曹渊 如果只是想我帮你洗清罪名 没必要这样讨好 曹渊真没想到自己被看作这种 随即问道 你是不是没什么朋友 两人一个天生静虚 一个神明富裕 从小就是个异端 自然都是没什么朋友 曹渊回忆 自己第一次被静虚控制 就亲手杀光了村子里的所有人 自此 他就是一个无人敢靠近的异端 怪物 所以他并不是在讨好 而是真心想和同位异端的林七夜做朋友 作为朋友和同伴 希望他能代表自己和胖子 走出这里 这是封禁之卷 是胖子偷偷带进山的 在静物上贴上一段 静物就会暂时失效 很明显 林七夜认同这次行动 也认同了曹渊这个朋友 被电击弹击中的曹渊 他做到了 也开心地笑了 指挥室里 女教官惊呼 这不是林七夜而是曹渊 袁刚看着表 距零点还有半小时 他认定这个时间 林七夜不可能走到出口 这个林七夜当然也是知道 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熊山 半小时如果走山路 绝无可能在规定时间内走出 但是 只要我直接攀越这座悬崖 就能做到 现在是深夜 全力催动新夜舞者 他相信一定可以 不然 一处突出的石块断开 林七夜身形急速下坠 画面一转 此时的出口 教官们再次等候 时间已经来到二十三十五十九分 应该可以宣布节 话音未完 传来慢着之声 林七夜跌跌撞撞步履盘山地 来到三人面前 此时的教官无比惊叹 他真的走出来了 这是个什么怪物 报告 新兵林七夜 到达出口 完成训练任务 虽然记录被打破 但袁刚还是开怀地笑 因为他带的兵 创造了奇迹 男人是这座名为 诸神精神病院的院长 通过治疗院内神明的精神病 进度达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便能随机抽取 该神明的部分能力 其中新夜舞者 就是他的第一位病人 黑夜女神 尼克斯 达到百分之一时获得 就在今天这位病人 不知不觉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八 这意味着 男人将能再次获得 黑夜女神的能力 回到新兵食堂 胖胖痛哭流涕 只因他觉得教官们 终于良心发现 放在他们面前的 不再是生肉加馒头 这次特训只有 林七夜一人走出 使周围的新兵 好奇眺望 在林七夜旁的沈青竹 变成了背景感 曹渊也是回来 才知道这次特训的变态 说是七夜 真给我们几个一端 争了口气 胖胖一惊 一端 我不是啊 我只是个普通 闭嘴 没说你 画面一转 在交务室桌上放你 之前王面答应付出的五十万 和一件镜 洪浩表示你小子可以啊 能从手掌那好羊毛的可不多 难道这些都是原教自己出的 这是因为叫假面 来是手掌的主意 谁能想到你小子 真把王面弄了个灰头土理 所以手掌自己全部承担了 我们想帮他出一点 他都不愿意 林七夜表示 这五十万就算了 其实你没这个必要 手掌是驻上京市守夜人小队副队长 在高层也担有职务 他不缺这五十万 只是林七夜坚定回答 我不收军人的钱 红浩欣喜 好小子 我没看错你 手却已经伸向静物 见状林七夜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上面 右手紧握的两人青筋抱起 你不是不要吗 一起还给手掌呗 下面 左手拼命地把静物往自个处拉 钱我不要 但这东西对我很有用 你小子力气还挺大 还行还行 不多时 林七夜拿出他的战力品查看 这是在二十多年前东海打落来 在周围一米内 能时刻展开禁须序列278的 蔚蓝守护 作用是抵挡大部分精神类攻击 林七夜这可转翻了 自己的两个神须都不是精神类能力 对精神攻击只能用赤天使神威抵抗 但神威对精神力消耗不少 且善功不善手 有了这个正好弥补精神防御上的短板 好东西啊 替我谢过袁教 手掌拿出的能不是好东西 袁刚知道他不拿军人前后 对林七夜更为欣赏 可洪昊心痛那间蔚蓝之心啊 但其实没有王面者出 袁刚也想找个理由送给林七夜 因为他感觉到就要起风 而这风也就是林七夜 精神病院内 李一飞头痛啊 只因他做的全是中餐 而尼克斯由此至终 都是用双手进食 他表示把桌子弄干净 一会再重新叫尼克斯使用筷子 就被尼克斯一手捉住询问 达纳都斯有多久没回家 是不是又在外面闯祸了 这是一声母亲我回来了 尼克斯笑竹颜开 达纳都斯 我的孩子 你终于回家吃饭了 下一秒 李一飞嚎啕大哭 林七夜你还知道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有多苦啊 紧接着就被尼克斯揪住耳朵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林七夜发现 尼克斯治疗进度尽已达到48% 男人以员工闪妖为代价 让黑夜女神治疗进度达到51% 完成了50%的小目标 而这次抽出的奖励进士 黑夜女神最核心的 至暗神虚 精神病院内 此时的林七夜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次尼克斯的治疗进度 才20% 怎么现在直接就48%了 他想知道李一飞干过什么 据他说 只是陪他聊聊天 下棋打牌 平时就当个孙子 哄哄他 这使林七夜明白了 对于尼克斯来说 家人的陪伴 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 马尔 李一飞你就是个病护天才啊 不仅如此 李一飞那手艺还真是一绝 随手找来的食材 就能做出一桌子美味 把他复活成为病院护工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此时尼克斯满天小星星 看着林七夜 达纳都斯 你快吃 弄得李一飞一脸无奈 奶奶 怎么爸爸回来 你又会用快度 这温馨的音音 竟让这位黑夜女神 治疗进度再次增加 不多时 林七夜已经吃了的肚满肠肥 但让他失望的是 进度条完全没有了动静 究竟是什么原因 突然他指着一脸猛逼的李一飞 快给奶奶表演个才艺 李一飞此时有千万之神 受在心里嘲笑 但院长叫道 活出去了 绝活 连续后空翻 只是连续是指两个以上 在第一个时 骨折之音随之传来 111 闪了 林七夜过来扶我一下 下一秒 尼克斯就感慨自己这么多孩子 可到最后 还是只剩自己一个人 不会的母亲 至少现在你还有我们 对对对 奶奶我们不会走的 随之而来的是 尼克斯治疗进度达到51% 林七夜被拉进空间 提示以满足奖励获取条件 可再次随机抽取 尼克斯神格能力 一个抽奖台出现在他面前 转盘上也出现了 尼克斯的七种能力 当然最坑的那个 超凡声誉还在 林七夜求神拜佛 千万别抽到这个 转盘快速转动 在他注视的目光下 指针停留在了 至暗侵蚀 然后他就被一抹 耗描广阔的白光笼罩 至暗侵蚀又称至暗神须 以最原始的黑暗侵蚀 自身周围的一切 凡被至暗笼罩的物体 或生物 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至暗神须的范围 与掌控强度 随自身精神力增长来增长 可真是重大奖吧 这个神须应该是黑夜女神 最为核心的能力 同时提示 尼克斯治疗进度超过50% 可短期离开诸神精神病院活动 没等他多想 就突然间惊醒 可这短期离开活动 意思是尼克斯可以离开病院 去外界放风吗 那他在离开之后 是属于凡人 还是属于神明呢 一系列的疑问 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林七夜没有多纠结这个问题 找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 他要试试黑夜女神的核心能力 和之前的星夜舞者不同 这次抽出来的至暗 轻时明显要高一个档次 毕竟后面多了神须二字 一抹绝对的黑暗以他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这是最纯粹的黑 也是最原始的暗 一间教堂内 一人突然间似乎也感觉到了 此人缓缓说出 他终于觉醒了 男人只是好奇带人出去逛街 谁能想到 竟惊动了整个大厦 还动用两个航母 编队前去围剿 速射楼顶 一抹黑暗笼罩方圆 大约二十米 这是林七夜斩尽实力的极限 在这二十米范围内 他可以控制一切物体 钢筋水泥在他大手一招之下 随即碎裂分解 尝试过后他觉得 可能是自己境界太低 现在只能做到 简单的切割和移动 就是不知道 等境界提升后 可不可以直接撕开原子核 至暗神须对林七夜来说 有着质的提升 因为他的星夜舞者 在至暗侵蚀下 打破了只能在白天使用的限制 虽然只能维持短短的两分钟 但也意味着 他在白天有一战之力 不然 他想到一件有趣的事件 那就是带黑夜女神 出来放放风 精神病院内 尼克斯好奇 达纳都斯这么快又回来了 林七夜一脸坏笑 母亲 你想不想出去转转 出去吗 去哪 去病院外面 去真正的世界 尼克斯想了想说道 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如果有你陪我一起的话 我还是很愿意的 林七夜对身边空无一人 表示很是疑惑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话语之声 这就是你的神国吗 一个身着黑沙星群 气质高贵的美妇人 出现在他的身后 成功了 这不是神国 而是真实的世界 尼克斯看向远方 灯火通明的城市 可这分明就是神国啊 那是人类用科技点亮的光明 与母亲记忆里的神国 完全不一样 林七夜想带尼克斯 逛逛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只可惜自己不能离开集训 尼克斯表示 只要在夜空之下 能带他去任何地方 这很明显 离开病院的神 还是神的范畴 尼克斯施展夜空闪烁 带着林七夜 避开所有雷达和监控 消失不见 谁能想到 就是尼克斯动用了自己的力量 却引来了整个大厦的阵 一级响应警报 神明力量 波动浓度4.7 确认是神明本尊 位置 苍南市区 驻上京守夜人副总司令 少平哥下达命令 拉响全域警报 立即联络军方 将附近海域两个航母战斗群 全部调往苍南 同时 向总司令汇报 看能不能调动个战利天花板过去 军方高度紧张的气氛 被温馨的一幕冲淡 此时此刻 一个家庭主妇模样的女人 不小心把药洗个碗给打碎 此人正是林七夜的姨妈 搀扶着姨妈的事 她的儿子 林七夜的表弟 杨靖 她心疼地说道 要是我哥仔 估计又要说你了 上班回来这么晚 家里的活都别做了 就应该早点休息 此时姨妈也想起了林七夜 还不知道现在她过得怎么样了 所有场景 都被站在对面楼顶的林七夜禁收 在成为代理人 瞎了的那段时间里 姨妈表弟就是她的全世界 但她也知道有时候 不见家人或许才是 让他们不担心的最好方式 回去吧 离开集训营太久也不好 一个全新的概念 灌输入尼克斯脑海 家人嘛 就在他们消失的一刻 小黑似乎发现了什么 拼命向对面楼顶环废 家务干完的阳静 看见妈妈 已经不知不觉间睡着 招呼小黑别吵 不然要把妈给吵醒了 只是下一秒 她说的话 让人意味深长 哥身边怎么又多了一个西方神明 男人被发现是大厦有史以来的 双神代理人 这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将要来临 而教官只想知道 男人还会站在人类 站在我们大厦这边吗 宿舍楼顶 出现一道黑色漩涡 消散间露出一道金色深影 殊不知 有人根据力量波动 已经再次等过多时 在下大厦守夜人 驻上京006小兜夫队长 袁刚 请问神明阁下尊名 尼克斯也自爆家门 此时的尼克斯锋芒不佳掩饰 神明微压压的袁刚 有点喘不过气 同时 袁刚也收到了少平哥回复 两个航母战斗群 和一位人类 站立天花板 正在赶来的路上 老袁 你一定要拖住 原来是黑夜女神阁下 袁刚顿了顿 不知阁下来我大厦 有何贵干 尼克斯本想回答 是来找我儿子 立刻被林七叶连忙打断 他的意思是 来找代理人 袁刚一愣 你怎么也在这 原来女神是来找代理人的 不知找到了吗 找到了 在哪 林七叶尴尬地表示 我呀 袁刚一副见鬼的表情 看着林七叶 你 你不是赤天使的 我脚踏两条船了 此时 航母编队已经到达苍南空域 只要袁刚一声令下 立即就可发起攻击 袁刚自然知道 单靠现代武器 根本奈何不了这位 随即眯眼表示 既然代理人已经找到了 还请您离开大厦禁远 谢谢佩可 林七叶也不想事情闹大 便让尼克斯先行离去 好的 达纳都斯 留下一句 记得要常回家看看 身影便缓缓消失 袁刚悬着的心 现在才能放下 向着对讲击招 神明已经离开 攻击行动取消 是 收到 雷达显示着 的确与袁刚说的 那位神明已经离开 少平哥疑惑道 这个黑夜女神 难道还有空间顺移能力吗 总而言之 事情已了 现在要做的是汇报司令 让那位天花板不用去了 画面一转 袁刚已经关掉耳麦 现在他只想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林七叶再次尴尬 说是自己睡得好好 突然就被他拉到这里 还让自己当他的代理 那他为什么叫你达纳都斯 外国什么 说中文明绕 就给我起了个新名字 这不重要 你当了他的代理人 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躺 回家看看 什么鬼 我是说 他让我帮他找一个镯子 寻物类的要求吗 那还好 知道事情袁刚也终于放下戒笛 表示双神代理人 自大厦建立以来前所未 只是在临走前 袁刚郑重地问道 林七叶 我想认真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会站在人类 站在我们大厦这边吗 林七叶毫不犹豫地表示 我和一个人约定 守护大厦十年 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要去跟总司令汇报一下 看来今晚 人类观测到的神明序列 又要多出一位了 一辆古老的马车 以惊人的速度 行驶在长江之上 两匹普通的利红兽 就把拉着沉默打造的车厢 像是没有丝毫的重量感 每踏前一步 都会在数十米的地方再次出现 一位身穿麻衣的童子 懒洋洋地靠在车厢前 打着瞌睡 此时童子手机响起 被车厢中人一扇子打醒 童子连忙接听电话 并告诉车里之人 夫子 司令说苍南的那个神走吧 我们继续走 还是回头 回头吧 苍南那地方邪门得很 能不去还是不去的好 自此 守夜人神明序列绝密档案中 多出了一位疑似神格受损的续号043 一眨眼 集训营也步入了冬季 胖胖双手摩擦着面部 大冬天这么早训练 害得小爷我都受起失惊了 红浩对着他大叫 边跑边揉脸 说明你跑得不够 再加十圈 胖胖一副生无可恋的英式 现在的魔鬼训练 让他对过年 是否能放假充满西剂 此时的总教室 传来袁刚的怒吼 你刚刚说什么 做他对面的沉默 认真地开口 我刚刚说 你们得放假 古神教会 一个以毁灭为主旨的邪教 是由一群试图毁灭人类社会 让世间重归混沌的恶神代理人创立 就在今天 他们夺取了039导弹基地的控制权 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此时 总教室里的两人针锋相对 陈队长 集训营是封闭式训练 过年不放假 你也是从这里出去的 应该很清楚 那你单独给林七叶批个假 让他跟我回去吃个年夜饭 这不合规矩 这我可管不了 反正我们小队两名队员正埋伏在外 你若不答应 他们可就进来抢人了 听后 袁刚一愣 火机烧到手才反应过来 只因据他所知 136队一向低调 这次为什么会 没等他说完 陈牧也出口打断 这次不一样 有人要对新兵们动手 他注视着袁刚双眼认真开口 最近 苍南市不太平 有很多老鼠混进来了 袁刚左手捏紧了椅子 武神教会嘛 集训营数百公里外 039号导弹发射基地 一个村妇打扮的女人 慢慢靠近 士兵举枪喝止 站住 干什么的 村妇一脸惊悚 表示自己只是个放羊的 现状 女兵向对角急招呼 警戒解除 估计是老乡放羊迷路了 男兵也给村妇指明道路 下一秒 村妇露出如毒蛇般的獠牙 哥哥你看安美吗 出现的是一双蛇类眼眸的树童 男兵肩膀在以肉眼可见的素质石化 他立刻转身大喊 有情况 可后面的女兵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化为石像 等待男兵的下场 也是变成石雕摔了的粉身碎骨 而这个村妇正是 古神教会 美杜莎代理人 代号 蛇女 画面一转 袁刚表示 古神教会的目标 应该是零七夜 但只要她在 就没有人能伤得了任何一个新兵 你是上京小队的副队长 海境强者 有你坐镇自然安全 但 你能保证教官之中没有叛徒吗 袁刚一手 把身前桌子拍碎 按你这么说 集训营 不就是那油外欢四面楚歌咯 有些人 只要利益足够大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座新兵集训营 哪里来的利益 我想集训营里有什么人 你比我清楚 光是一个百里集团 小太爷的脑袋 就有人出八个亿的赏金 更何况除了这五 你们营里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 双神代理人 这个消息虽然被压下 但你觉得 以古神教会的能量 会不知道吗 袁刚迷眼冷笑 如果我们集训营 都挡不住这群人 你凭什么就觉得 一三六队 可以保住零七夜周全 因为我们一共只有六人 且彼此信任了解 所以我们没有内忧 至于外患 陈牧也顿了顿 我们从不怕外患 上京守夜人小队 可说是全大厦 守夜人小队的龙头 袁刚能当上副队长 自然不会是个蠢 随即问道 那你觉得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 全员放假 金蝉脱鞘化整为零 胖胖小声嘀咕 真的可以放假了 零七夜也有点不敢相信 在讲台上的红浩训话 前半年的体能训练提前结束 从今天开始到年初二 总共四天假期 回来后 就是禁须和武器战术训练 听到这里的新兵们 立刻原形毕露 胖胖还说是因为 他每天败假期之神的功劳 曹渊一脸不鞋 看你这德行 含假期之神 胖胖想带零七夜回老家外 可下一秒 红浩就说 所有人不许离开苍南 已经发现 立刻隔除进入守夜人资格 一朵黑云飘至胖胖脑壳 零七夜表示 在苍南别指望我 我自己也没有房子 集训营外 停着送新兵回去的大巴 当新兵们 踏出那件进入的压制范围时 一股力量敢喷涌出 卧槽 我好像突破了 我也是 终于到持近了 红浩笑骂 废话 你们以为那件宝贵的进入 只为压制你们的进须 他同时也会压制精神力的流动 现在突然解开 精神力就会发生剧烈的反弹 从而轻松冲破原来的加速 提升境界 零七夜和曹渊自然 也提升至了持近 但下一刻 就让人有点看不明白 提前给新兵们发放新尘刀 带刀 这次休假 真的正常吗 男人只是轻轻一规 便控制了全部导弹破片 只因他所使的能力 来自于希腊神话 原始神之一的黑夜女神 至暗神须 等新兵坐满 几辆大巴车缓缓启动 车上零七夜满脸淫云 曹渊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说道 七夜都放假了 怎么还这个样子 只因零七夜 总觉得这次放假有问题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暴风雨的前夕 永远都是平静的 集训营地下基地 女教官失声大叫 雷达显示有物体 快速向基地和新兵车辆移动 原刚暗暗心惊 这是巧合吗 立即锁定目标 击落 手掌 移动物的信号识别为我方 锁定不了 原刚大惊 什么 此时 五个未知物体穿越云层 拖出白色的尾焰 朝着基地方向而去 其中一个飞向了新兵所在车辆 众新兵凑到车窗 疑惑会是什么 看清后 瞳孔骤然收缩 卧槽 是导弹 就在千军一发之间 一杆缭绕着 霉红色火焰的长枪 从远处暴射而出 天空中 拔出一道红色长线 精准命中半空的那枚导弹 轰的一声巨响 火光在大巴上空绽放 气浪直接把大巴掀翻 攻击力携带导弹破片 在车厢内形成一场金属玻璃风暴 灵七夜猛然睁大眼睛 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控制 在场之人恐怕活不了几个 至暗神须发动 一抹极致的黑暗 以它为中心爆发 包裹大巴迅速形成一个半球体 无数不亚于子弹速度的破片飞射而来 灵七夜第一次使用至暗神须 足足用了五秒才覆盖方圆十米 若非刚刚晋升迟 他是绝对来不及的 就在这短短0.5秒的时间里 灵七夜把精神力和动态视觉 催动到极致 预测每一枚破片的轨迹 全部捕捉下来 他经历了这漫长的遥运 救下了近五十名新兵的性命 此时灵七夜一时一沉 直接晕厥过去 另一边一层弹金色光幕 覆盖了半个集训 保住了里面所有教官和后清人 光幕外已然成为一个火海 于教官报告 攻击新兵的导弹 被136队队员一枪插爆 后又出现黑光拦下所有破片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那黑光应该是零七夜做的 元刚眼中的怒火越来越盛 新兵前脚出迎后脚导弹就来了 我们之中果然有叛徒 他猛的一步向前 颓颤的金芒爆发 半个集训营的火焰 刹那将熄灭 给我查 导弹是从哪里来的 039导弹基地 弱大的操控室内 断断续续传来呼叫之声 这里随处可见的是斑驳的血体 和一个个残破的石像 位于中央的一个女人 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 那个神明代理人用了神序 导弹没造成新兵死亡 不过无所谓 这么一来事情更有意思了 耳麦也发来继续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既然如此 我就亲自去趟苍南 会会这个家伙吧 浑浑噩噩剑 灵七夜睁开双眼 我这是在 红莺的宅子 突然出现的吴湘南 把他吓了一跳 红莺一巴掌 扇他后脑勺 肯定是你把七夜吵醒了 我不是太久没见他 激动的吗 灵七夜也一脸猛逼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 这个胖子 仅仅只是洗了个澡 就引发五星级酒店大爆炸 而这全因为古神教会 要抹杀被称为进入博物馆的 唯一继承人 沉默也解释 是因为你在短时间内透支精神力 导致晕厥 是红莺和齐莫及时赶到 把你从车上带回来 温齐莫笑骂 好小子 还没成守夜人 就救了五十多名新兵 搞不好能直接拿一枚勋章 灵七夜现在只想知道 为什么有导弹袭击我们 又会是什么人干的 古神教会要袭击的 不是你们 有始至终的目标 只有你或者那个小胖子而已 此时 袁刚手上拿着一份报告 证实了古神教会 控制了039号导弹基地 种种迹象表明 这次的目标 是史上第一位双神代理人 和百里世家唯一继承人 虽然导弹需要双重秘药才可发射 但正好有五枚 正在维修 只需要一重 被钻了空子 我们的人赶到现场时 发现大量的石像和血肉 还有一只用鲜血涂抹的蛇眼 应该是古神教会 美度杀代理人干的 红浩急冲冲跑来 想让袁刚叫停这次休假 却被果断拒绝 非但不能叫停 而且还要这次目标的两人 多出去走动 只因袁刚相信陈穆也的话 但作为答应这次放假的条件 要让零七夜做诱饵 集训营会把一部分 绝对可信的教官 散入城里暗中保护 古神教会可以选择继续隐忍 守夜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 自然不能与其刚好 这次要把他们调出来 一劳永逸地解决掉 时间来到晚上 温奇末不停获利回土 他是真为七夜能平安回来高兴 摊桌上 吴湘南不停捉住零七夜拼酒 他真的不相信 他 红英和奇末加起来都喝不过 酒过三旬 吴湘南也举角投降 陈穆也把他捡起拖回去 临行前 他想零七夜这段时间 好好待在红英家不要出去 有事立即联系我 队长 我想去看看两个朋友 不用担心 现在的我其实挺能打的 你小子能不能打不知道 便自信了倒是真的 只是想起和袁刚的约定时 他又沉默了 把刀扔给零七夜 你那小胖子朋友住室内的 凯兰斯基大酒店 房间号9039 他让我转告你 有空就去找他 随即零七夜道谢目送两人离去 凯兰斯基豪华总统泡房 刚洗完澡的胖胖 哼着小曲春风满面 然后笑容就僵硬挂在脸上 只因大厅有一人正直勾勾地看着他 你特别怎么进来的 不是给你在隔壁小旅馆 开了个单人肩梦 陶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旅馆没你这舒服 你跳你的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不管 走走走 你现在就给我走 我留下来还能帮你抓老鼠 扯淡 这是五星级大酒店 哪里来的老鼠 那不就是吗 奶奶的 这是什么垃圾酒店 我这就打电话叫前台上来看 此时 零七夜正在酒店前台 你好 我来找个朋友 请问他的房间号您知道吗 9039 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巨响 从上方传来 零七夜的脸色一变 无界空域 作用是隔绝这片空间内的战斗 尽可能不拨几周边 而这件禁物 只有各地守夜人持有 难道袭杀胖胖 有守夜人参与其中 四目的火焰 突然从窗内迸发 直接震碎了大片的落地窗 正多坠落物中间 还有两个急速坠落的人影 曹渊南南果然有老鼠 胖胖惊呼 死曹渊 笨曹渊 傻逼曹渊 人家下车后 就像碧温神般堵着我 就你还死皮赖脸的 往我这走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取小爷的命吗 你特量的不怕死 曹渊的眉头一挑 不怕 胖胖一愣 似乎没想到曹渊给出的答案 你个疯子 幸好小爷我早有准备 说完 从浴巾里掏出一条项链 摇光 随即化作一团柔软的光幕 漂浮在两人身下 稳稳落在地上 曹渊奇怪的瞟了他眼 你这副模样 竟还随身带着镜 胖胖鼻子朝天 当然 全都在我的自在空间 曹渊目光一路向下 自在空间放在哪里呢 胖胖感觉被深深的冒犯 要你管 此时楼上再度传来剧烈的轰鸣声 应该是埋伏在周围的教官出手了 胖胖表示这种暗杀 从小到大都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了 明天我的保镖团就到 看到时还有谁敢出手 曹渊的目光落在他身后 你得先活过今天再说 百里胖胖疑惑地转过头去 太安静了 就像猎手在等待着猎物 在街道的另一边 竖着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前方进行 是无界空域 林七叶的眉头紧紧皱起 只因这绝不是一三六队张开的告示牌 而这东西只有驻各城守夜人队伍才 也就是说 有别处城市的守夜人参与此事 他们是来保护胖胖 还是来杀他们 前者的概率微乎其微 只因是来保护的话 为什么要偷偷展开无界空域 以前赵空城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当时的林七叶遇到危险 能躲多远是多远 赵空城还傻了他一句 完全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样子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前方有必须保护的东西时 无论多么危险 有多少未知 你也会毅然决然的前往 此时耳边就像老赵在对他说 无论里面的人有多少 境界有多高 你真的要进入无界空域吗 这次林七叶给出的答案 是肯定的 因为里面有他的朋友 胖胖此时注视着眼前 一共两人 曹元肯定回答 不 至少还有一个 在外面张开无界空域 百里胖胖冷笑两声 什么时候 守夜人也干起土匪的勾当 对方则淡淡回答 我们来自摘戒所 早就不是守夜人了 胖胖一脸猛逼 曹元解释 摘戒所是关押犯下刑事案件 竟需拥有者的地方 其中有一半都是犯了事 被除名的前守夜人 只因曹元以前就被关在那里 是守夜人总司令把他保下 后送去九华山的 胖胖大骂 原来刚从橘子出来 但杀我归杀我 炸酒店伤到其他人怎么办 曾经立事守护国家的人 为了利益 连人民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另一名回屋男人表示 酒店不是我们炸的 不要把我们和那群野狗混为一谈 杀你只是为了还人情 还谁的人情 不要制图套我们的话 你只需要知道 今晚你走不出这个无界空域 回屋男人低吼一声 两眼迸发凶光 浑身的肌肉都剧烈扭动起来 身形不停拔高 这事尽需序列二一四 机体重组 能够控制自身肌肉组织 瞬间爆发恐怖的速度和力量 回屋男人浮现出一抹勇效 无愧是白里家的小太爷 风魔曹渊 一个近战连王面都觉得棘手的男人 可激活黑王后 失去意识下 只会胡乱挥斩 但此次前来袭杀的人中 竟有一个远程攻击的射手 拳头在胖胖双瞳迅速放大 摇光 金色光芒刹那间凝固成盾 只听见一声闷响回荡 回屋男人泛起一门贪婪 好东西 但用的人不行 双手如风 拳头如雷雨般砸向光幕 倒到列文字光盾之上显现 胖胖失声大叫 曹渊来帮我一下 曹渊手握直刀 紧盯前方三刀难 没空 此时三刀难除手中紧握的一把弯 其余两把 就像是被两只无形之手握住暴射而出 在回屋男人猛击之下光雾崩碎 一记重拳甩向胖胖脑壳 被胖胖侧身躲开 仅能躲过 真当小爷我只会用近物 这半年体能不就白练了 战场就怕话多 回屋男人手肘转转向重击在胖胖脸上 他的手肘碰到胖胖的瞬间 像是碰到一层火网 自动灼烧起来 胖胖缓缓爬起 妈的 幸好还有自动防御 回屋男人大量皮肤叹缓 浮现出焦黑 超高温自动防御吗 胖胖哼的一声 不停在当部翻炒 一道金光包裹着大宝剑腾飞而出 握了个雀 差点就割到了 剑光在空中划过 一奔为八 片刻间如同浩岛江河 奔向目标 错不及防下魁梧男人中招 卧槽 小瞧了这二世祖 在他准备继续攻击之际 身后传来破空之声 一股恐怖煞气冲天气 他错愕地回过头 只见一个浑身缭绕着 黑色火焰的人形怪物站在 近声迟静之后 曹渊身上的煞气似乎更重了 很明显三刀男已经战败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 此时一杆宇剑射向 风魔曹渊面门 风魔曹渊手中直刀猛地挥出 精准地砍在了宇剑的剑尖上 可下一秒 他就被连人带刀 直接轰入墙体 数百米之外的一栋高楼上 一个手握弓箭的女人 冷哼一声 敢接我的剑 找死 说完他再次弯弓搭箭 连续射出三杆宇剑 第一 二剑轰碎矮楼 并将地面轰出一个深坑 第三剑飞越过蒙蒙尘土 直逼曹渊心脏 风魔曹渊发出一声 震耳欲龙的咆哮 汇聚一道黑色刀钢挥向一剑 宇剑硬生蓝腰断为两截 周围的一切 让他整个人如坠冰枯 现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问题出在你的禁虚吗 男人拥有至暗神虚 可以控制范围内的一切人和物 但如果对方精神力高于自己 则会受到巨大的反噬 看来对人使用得小心谨慎 女射手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作为一个射手 对周围环境绝对的警惕是必修客 这个少年竟能悄无声息接近 林七叶的手指轻轻一挥 与剑飘浮在空中 被他双指夹住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女射手皱眉 剑是怎么被停住的 立刻举弓对准敌人 你是怎么进入无界空域的 寒老头呢 现在是我先问的 如果你问的是那个地中海老头 很遗憾 他已经被我宰了 女射手似乎没料到敌人速度之快 刹那间闪现到身后 危机赶使他从袖口拔出短刃 直插零七叶面门 这番举动也在零七叶预料之中 绝力间 女射手开口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前所未有的双神代理人 双神代理人的事 下一秒 一抹夜色迅速占据了女射手的眼睛 零七叶的双眸微微眯起 看来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眼眸中浮现出一抹冷意 既然这样 那就当做我的试验品吧 凄厉的惨叫声围荡在夜空中 正在战斗的三刀男和魁梧男 同时转头看向女射手的方向 胖胖也一脸猛逼 无界空域内不救我和曹渊吗 煞气火焰此刻 也再次袭向两名敌人 女射手双眸已经彻底沦陷为黑色 你就做了什么 零七叶注视着女射手惨壮 至暗侵蚀对拥有智慧的生物效果很差 智慧越高越难以侵蚀 按我现在境界来看 最多只能控制一下猫猫狗狗 女射手此时也意识到 这应该就是神明代理人的力量 但任务的使命感 使她拿起短刃刺向自己大脱 澎湃的精神力轰然爆发 眸中的夜色如同潮水般褪去 零七叶闷哼一声 是精神力挣脱了至暗侵蚀 对方境界越高反噬越强 她应该也是持境的精神力 否则这一下就可以把我证昏 女射手脱困后 立马弯弓连射三箭 然而对治安侵蚀下的零七叶毫无作误 一声清脆嗡鸣 刀芒乍闪 鲜血四箭 与此同时 数百米外的另一座高楼上 冷轩嘴角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小子不错 咚的一声 回吴南一角震碎了立青地面 胖胖在防御岩石的摇光内 不停轨叫 这副五行欠打的模样 更让魁梧难活起 胖胖听到远处接连传来的爆炸声 眼睛逐渐亮起 回头说道 曹渊再撑一回 援冰要来了 却看到他 一边凝笑 一边用刀将三刀难之解 封禁之卷 一个可以暂时封禁人体 或进入禁虚能力的东西 就在今天 他竟有了个新名字 曹渊真操索 胖胖越看曹渊 就越觉得他像个变态杀人魔 这唾磨的谁才是反派 回吴南怒喝一声 没用的东西 胖胖疑惑道 他不是你的队长吗 这么不给他面子 少废话 回吴南攻势越发凌厉 在这殊死一搏街 遥光之盾竟被其用蛮力撞碎 胖胖眼神深寒 看来只能用这个了 待 看小爷的无敌大宝镜 回吴南大脑像被狠狠捶击 是精神攻击 没等他多想 胖胖手中大宝剑早已落下 密集的剑影 直接把他淹没 胖胖露出无敌寂寞的神情 小小迟尽可笑可笑 话音刚落 一个身影如同鬼魅伴 出现在他的身后 教官没教你 任何时候都得小心身后 胖胖只敢去后脑一两 心里暗叫死马达 郑狱匆忙避开 突然一声闷哼就从背后传来 一道人迎手握直刀 把回吴南给赶了 并送回他那句 教官没教你 任何时候都得小心身后 胖胖看到来人 惊喜喊道 七叶你来了 然后口水鼻涕起来了 抱住灵七叶大腿 喂喂喂 脏死了 快撒手 感受到煞气威压 灵七叶缓缓回头 事情还没结束 这个才是真正的麻烦 灵七叶没有回头 眼睛不眨紧盯风魔曹渊 胖子 这自然是向他索要封禁之卷 手接触之际 自卷上传来一笔意义 再加上胖胖称 这东西以后 还是叫曹渊针操锁了 灵七叶顿时来了生理法 你刚刚从哪里拿出来的 此时风魔曹渊 已经提起执刀杀来 进阶持近后 他的禁须似乎更强 也更凶残了 一抹黑暗 以灵七叶为中心扩散开 要控制住他的刀 至暗神须 最原始的黑暗 把风魔曹渊网罩其中 谁能想到 短暂的僵持之后 风魔曹渊竟轻易的 将灵七叶压制住 瞬间占据上风 灵七叶眉头紧锁 这煞气也太离谱了 竟能隔绝神须侵蚀 想着之时 他也被一刀崩飞 躲在垃圾箱后的胖胖表示 感觉他这次的状态 有点不对劲 灵七叶再次提刀杀出 没有集训营进入压制 这才是黑王的真正威力 既然控制不了杀气之内 那就控制外面的东西 历经地面 瞬间形成了一个石墙 把风魔曹渊困入牢笼 下阴儿 自石块剑系 透出垂灿光芒 风魔曹渊 发出惊天一声咆哮 石墙寸寸碎裂 暴射散开 只是脱困了他 已经丢失了灵七叶的身影 他感觉到了 感觉到对方就在身后 刹那间挥刀凶狠转头 竟没想到灵七叶会离他如此之近 灵七叶眼泛金光 自双瞳射出 赤天使神威 不愧是风魔曹渊的克星 仅仅一眼其身上煞气 就被震散大半 灵七叶没有犹豫 展开手中曹渊针操锁 飞快锁住其身体 闪现至其身后 右手猛然用力 斗你 灵七叶依仗着黑夜下 强横的体过 直接将风魔曹渊一拳崩飞 撞入了附近的一座矮楼之中 他是拽歌审清楚 哪怕是囊中羞涩 也要照顾兄弟朋友 仗义每当土狗背 就在今天 灵七叶要跟他谈一笔声音 矮楼之中浓烟滚滚 胖胖探出小脑袋 这事不是结束了 半晌之后 恢复理智的曹渊 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 双手缓慢地拆解脖子上的胶带 七叶 下次能不能轻点 灵七叶面无表情地收刀入鞘 你刚刚砍我的时候可不轻 此时无界空域已然破解 燃烧的酒店顶层 依然没有丝毫扑灭的痕迹 他们抬头看着 教官们还在战斗 跟他们交手的敌人应该是穿镜 曹渊和胖胖感叹 幸好跳得快 灵七叶转身朝着街道的另一边走去 那种敌人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与其在这傻战增加暴露的风险 不如去吃碗面 三人找了间十分偏僻的面馆 离大马路远不说 而且招牌都破破烂烂 胖胖黄固一周 你说吃面 就是来这种地方 灵七叶翻了个白眼 以我们现在的处境 能带你去酒店吃吗 这种没人来的鸡脚扎了 我们才能安心地吃顿饭 放心吧 这面店看起来一般 味道绝对遗留 灵七叶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老板一共多少钱 一共64块 灵七叶的手突然停顿在半空中 这么贵吗 原来胖胖点的是一碗红烧牛肉面 加大排酥鸡 加肉丝 加鸡蛋 加香肝加面 灵七叶脸色仿佛阴沉地滴出水来 胖胖却调侃没有鱼子酱和龙虾 胖子你的面自己付 胖胖立马虎去一阵 七叶你 你不是说请我的吗 我改主意了 三人边吃边说起刚刚的战斗 他们直接精准爆破 九十层偷袭你们 对啊 你没看我现在还披着浴巾吗 灵七叶分析 你们跳楼逃生是正确的 这种穿进间的战斗 一旦被捕捉到身影 根本逃不了 只会卷入其中 好约也插得到 你住的太招摇了 这种酒店需要登记身在 有心人一查就知道你的下落 胖胖委屈巴巴 我不是习惯了吗 在广深玩时住的比这还好 霸雨间沈青竹三人已经坐到对面 沈哥我们已经吃两顿面了 今晚还吃面啊 你懂什么 面是苍南的特产 难得来一次不多吃几顿才行 老板三碗清汤面 老板诧异的开口 又是你们啊 连吃两顿清汤面 还吃这个吗 胖胖也发现他们 哟 帅哥也来吃面啊 不知是谁咽口水之声 在这安静的汉道中 尤为清晰 沈青竹回头望了一眼 两名跟班齐齐低下头 他眼中浮现出纠结 很下心来 老板换一下 给我们上两份肉丝面 还有一份清汤面 好嘞 肉丝面十块有 清汤六块 一共三十六 林七叶仅用精神力一扫 就知道他的钱包已经彻底空了 他是算好了价钱 跟班问道 沈哥怎么又改吃肉丝面了 吃了这么多清汤面 想你们也腻了 让你们换换口味 那沈哥你呢 沈青竹傲然抬头 我就喜欢吃清汤的 简单 纯粹才是面对真谛 沈青竹感觉到注视的目光 拽拽哼了一声 你瞅啥 后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着林七叶道 对了 你之前在车上受的伤 没事吧 林七叶摇摇头 没事 由于片刻之后 拽哥缓缓开口 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挡下那些破片 我们都得受伤 胖胖胡一开口 拽哥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 沈青竹幽怨瞪了胖胖眼 死胖子 老子一向是恩怨分明 怎么是客气了 随即表示 他也知道这次放假不简单 有什么事可以找他 能帮的一定帮 林七叶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个想法 这么说 我倒还真有笔声一想跟你谈谈 梅林 台尔特传说中 永恒之王 亚瑟王的挚友 就在林七叶晋升迟禁后 也迎来了他的这位 第二个房间中的病人 魔法之神 林七叶折指百里胖胖 放假期间 贴身保护他 保护 他 拽哥目光落在胖胖身上 作为交换 他每天付给你一千元的保护费 怎么样 拽哥立刻身体一振 仿佛那一千元就在眼前 可以 但这笔交易纸包括 理假和理量不算 成交 昏暗的街道中 胖胖小声问道 七叶 你为什么要让拽哥来保护我 这一次 你我都是目标 我不能长期留在你身边 这样反而更危险 而曹元发起风来 又敌我不分 所以 你身边要有一个正常人 而且还得是高手 胖胖恍然 还是你聪明 拽哥双手插都从后走来 喂 胖子 胖胖小嘴一嘟 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你的雇主 能不能换个称呼 拽哥深吸一口气 白礼 图明 商量一下 先预知一天的工资给我 胖胖眉头一条 你要干嘛 拽哥有点尴尬 你别管 就说能不能给吧 胖胖挠了挠头 可我现在身上没现金 一旁的曹元突然开口 我这还有三百块 够吗 拽哥连忙点头 够 先给我吧 昏暗的灯光下 拽哥又回到了那间小面馆 他先是跟老板说 给他们两人各家的大牌和一个鸡蛋 后又把刚赚到的钱 全部交给两人 并叮嘱这是三百块 我离开的几天拿着吃点好的 心疼的戳了戳李亮的头 等我回来 走吧 零七夜三人对视野 默契地选择沉默 胖胖边走边沮丧道 酒店被炸 今晚我们住呢 曹元抱着刀 要不随便找个庙凑合一碗 好提议 但现代都市没去给你找庙 说的也是 零七夜沉思片刻 我知道一个地方 跟我来吧 粉红与紫色的房间灯光 从窗户中透出 四人站在门口 抬头看向粉嫩的破旧大字 梦蝶香旅馆 胖胖顿时菊花一景 七夜你 你是认真的 苍蓝不用身份证能住的地方不多 这里算是环境比较好的了 如果不愿意 就只能去睡桥洞了 果然如零七夜所说 不需要登记身份 你好 给我们开三间房 就在这时 拽哥突然搭着胖胖肩膀 我和你住一间 哈 他认为既然说好了贴身保护 分开住风险太大 曹元也适时地表示 既然这样 那我也住一起吧 三人正好能凑一桌斗地主 胖胖当场石化在原地 我的意见呢 你们不考虑我愿不愿意的吗 这种高光时刻 零七夜自然一溜烟地跑了 我先回去 大使我管不了小事自己搞定 不等胖胖反驳 曹元和拽哥就替他选好了房间 隐约间还有不可描述的声音 从周围几个房间传来 胖胖诧异看着两人 你们该不会还兜使 你不是 笑话 小爷我七岁那年就已经 拽哥打开窗户散散房间里的没位 也观察有没有人监视 胖胖已经一头瘫在床上 他是真的累坏了 就在他想找曹元时 咦 他人呢 此时的曹元神秘询问老婆 你们这有没有 那种三个人一起玩 但要看你具体要的是怎样了 桃元再次小声道 扑克牌 啊 另一边 刚回家的零七夜 就被红鹰堵在门口臭骂 再不回来就出去找你了 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的温其末 打了个哈欠 这半个小时红鹰面等 至少有两百次 零七夜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出去吃了顿夜宵 抱歉红鹰姐 红鹰叹了口气 算了 早点睡觉吧 温其末 晚上你可得注意 保护好七夜 知道了 温其末又打了个哈欠 有我在客厅 谁都别想混进来 别墅的灯光熄灭 陷入了黑暗 床上的零七夜突然响起 静生迟静后 都好久没回精神病院看看了 诸神精神病院内 他站在二号病房门前 此时李一飞看见了他 询问这门都打不开 你来这干嘛 那是之前 零七夜沉思片刻 现在我突破了精神境界 说不定能打开下一扇门了 你说这门里有什么 这就是病院 当然是迎来第二位病人 李一飞点头哈腰 院长多一个病人能加工资吗 不能 第一扇门后是忧郁的黑暗女神 这第二扇门后又会是谁 一声清脆的激阔蕴准声 门上遍布的符文静止同时散去 零七夜猜想的没错 这六扇门便是对应着这 池 穿 海 无量 克莱因六个境界 现在的他 已经具备了放出第二位病人的资格 浑暗的房间之内 一个披着深蓝色长袍的年轻男人 正静静地坐在那 眼光中没有一丝浑浊 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睿智与平静 他缓缓开口 你来了 被称为魔法与预言之神的梅林 竟在聊到真实世界时 变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海星 还说海绵宝宝 我们去捉水母吧 零七夜挑了挑眉 你知道我要来 男人点头 知道 随后零七夜的目光落在病房的墙壁上 二号病房病人 梅林 任务帮助梅林治疗精神疾病 当治疗进度达到规定值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后 可随机抽取梅林的部分能力 当前治疗进度百分之零 零七夜看完 目光顿时复杂起来 梅林 那位英伦神话中 帮助亚瑟王登位的传奇魔法师 无世界的鼻祖 据说他不仅精通所有类别的魔法 还能够预知未来 据零七夜所知 所谓梅林并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英格兰人 融合诸多传说神话元素凝聚而成 所以眼前这位 不仅是帮助亚瑟王的那位智者 更是凝聚了英格兰人 对未知的向往制造出来 属于魔法与智慧的神知 什么骂 原来是个男人 李一飞小声嘀咕 梅林看了他一眼 随之眸中闪过一道淡淡的光滑 星光闪亮 遮蔽在深蓝色长袍下的身体 剧烈扭曲起来 眨眼间轻柔的女声响起 性别 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李一飞指着梅林目瞪口呆 零七夜似乎并不意外 她是梅林 传说中精通变形术的传奇大魔法师 梅林阁下 你还是变回去 我们好好谈谈吧 又变回普通男子的梅林表示 早在十年前就预言到 你今天会把门打开 如此神棍的话语 也使零七夜顿时来了兴趣 立刻询问自己的未来怎么样 梅林摇了摇头 预言不是万能的 刚开门时 她也试着窥探零七夜的命运 但看到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一团模糊 只有现在可以窥探一二 显示着零七夜 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漩涡之中 走错一步便是粉身碎骨 而且这可能还会牵扯到身边的人 零七夜目光逐渐凝重起来 梅林表示她无法再看清晰了 只因她的水晶球丢了 零七夜一愣 丢了 梅林似乎想起了什么 嘴角泛起一抹苦涩 就在十年前 一个小女孩来到这房间 要跟我比预言又或者叫推演 如果赢了就放我离开 但如果我输了 就要把水晶球给她 我们从一片落叶开始 推演整片森林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五十年的变化 都不分胜负 然后又推演了十块 水滴 最终我们发现 对于外物 我们无论怎么比 都比不出一个高下 索性就以彼此为目标 推演对方的一切 然而 她的存在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无论是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都无迹可逊 她就像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幽灵 无论我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窥探她命运的一角 所以 我说了 李一飞咽了口唾沫 这么邪乎 那女还是谁 林似义表示她也不知道 同时也眉头紧锁 这女孩 应该就是引走尼克斯手镯 以及在院长 是留下信封的那个纪念 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 既在造物上赢了黑夜女神 又在推演命运 赢了梅林这位大鱼演家 或许知晓这个自称纪念的女孩 这座诸神精神病院的来历 也能水落石出 不过对现在的林七叶而言 探究这个似乎还为时上走 由于片刻林七叶 对着梅林认真开口 你有什么病 梅林眉头一条 你才有病 梅必你怎么在这里 梅林看向窗外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个试图探知 世界真面目的学者 不等林七叶开口 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对于深海的鱼类而言 海水与深海生物 就是它们的世界 它们不会知道在海洋之外 还有陆地的存在 更不会知道陆地上 还有与它们截然不同的生物 所以我们又怎么知道 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是真正的世界呢 也许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也只是一个更高纬度的存在 创造出来的 林七叶和李亦菲都呆在原地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并不真实 你有证据吗 我们这些神话 突然出现在你们的世界 这不就是证据吗 李亦菲忍不住开口 可是如果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虚构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本身就是虚构的 对啊 梅林点点头 李亦菲顿了顿 既然这样 你这个虚假的存在 又怎么去质疑 世界的真实性呢 梅林听到 宛若雷基直接石化在原地 林七叶表示 你说你是个寻找 真实世界的学者 那你找到了吗 梅林的眼中浮现一模异样 找到了 我用魔法沟通到了某个神秘位面 虽然不知道它具体在哪 但我能隐隐欲知道 那就是真实的世界 梅林的眼睛越顿越大 似乎是在海底 此时梅林激动的手脚狂悟 眼中的平静与睿智 早已消失不见 真实世界 我看到了真实世界 随即原地爆出一股粉色烟雾 片刻之后 变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海星 手舞足蹈地说着 海绵宝宝 我们去捉水母吧 少年曾是林漆夜同校的一名天才学生 在南驼蛇妖世界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今天 少年竟出现在苍南的下水道之中 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此时病房内的动静 引起了尼克斯的注意 下一秒 就看见一个粉色海星飞奔起来 海星虽然脚短 可就是让后面两人追了个上气 不接下气 突然海星看到坐在摇椅上的尼克斯 皮老板你也在这啊 随即尼克斯也陷入了沉思 你 你也是我的孙子吗 然后颤巍巍地伸出手 将派大星梅林搂入怀脸 含泪开口 孙子 哎 奶奶在呢 林漆夜看着一人一口一个皮老板 另一个一口一个乖孙子的场面 表示严重无语 他对李一飞悠悠开口 我想我大概知道他病在哪 李一飞回道 这幕看起来居然有点莫名的改变 林漆夜用医生的口吻说道 真实世界已经成为了梅林的心魔 不知道弄出了什么法阵 将自己的意识传送了过去 那个是否是真实世界 虽然尤为可知 但毫无疑问 对他精神意识 造成了某种奇怪的影响 最终导致精神失常 李一飞觉得有些头疼 那我们该怎么办 林漆夜表示 提到真实世界前 他都是比较正常 总之先给他注射点镇定剂 看能不能先变回原样 李一飞 谁去注射呢 你说呢 被黑星老板压榨的小胡宫 掏出了一根大针朵 在追逐良久后 终于把派大星梅林按在地上 尼克斯紧跟其后高呼 小飞 那是你兄弟 这个艰巨的任务 后者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活也太这么累了 尼克斯却在四处 我的孙子呢 林漆夜上前查看 发现梅林意识有些模糊 应该是混乱的后遗症 而在一旁的李一飞 被尼克斯一痛臭骂 坏孩子 一顿折腾下来 林漆夜精神为敏 他现在想的最多的是 梅林虽然病症严重 但只要不提及真实世界 还是可以正常交流的 所以最主要的 还是要找到治疗的办法 不知何时 窗外已然是一片银装素 林漆夜推门而出 发现一个枪风呼啸 偏弱惊鸿的少女 正在空旷的院中 快速舞动 红莹姐 你每天都起这么早练枪吗 听后红莹身影 轻飘飘地落地 随即点头 师父说了 武功一日不练 就会倒退百日修行 从我学枪开始 每日早起练枪 已经坚持十二年了 林漆夜扬起眉梦 十二年 所以红莹姐你多大了 红莹顿时没好气到 女孩子的年纪 一只灰色的小老鼠 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苍南市 错综复杂的下水道系统中 密集的鼠群如潮水般涌动 沉默而快速地穿过通道 来到一片空旷幽暗的地下空洞 棋盘上黑白子交错 在旁边的是一个 身披黑色斗篷的少年 他伸手从鼠群中抓起一只 周围鼠群不但没有惊慌 而且还恭敬地匍匐在地 被他抓在手中的老鼠滋滋坐下 下一秒 一抹幽光从他的指尖 窜入老鼠的头部 老鼠随即身体一阵 呆呆站在他的手中 这种能力来源于南驼蛇妖的蛇主 用人造蛇妖神经元 链接其他生物的意识 达到操控行动和共享视野的作用 少年淡淡道 这种四代人造蛇妖神经元 就暂且命令为鱼种吧 有了这些鱼种 就能掌控苍南的任何风吹草动 再有神秘出现 我一定能比守夜人先一步找到它 少年缓缓摘下冬帽 正是久违露面的 安清鱼 鱼种共享的视野告诉他 现在苍南的局面很微妙 十数名从斋戒所逃离的川境前守夜人 三年前消失无踪的狂蝎雇佣兵 一个疑似古神教会的女人 甚至还有两位隐藏极深的海境强者 而这几枚棋子都在对林七叶不利的位置 要不要提醒一下他呢 扮上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 毕竟共患难过 这次我就帮你一把吧 少年只是轻轻一滑 却震惊了整个狂蝎雇兵团 只因在至暗神虚作用下 所有现代武器化作一堆废品 就在不久前 队长红烧肉 香南烤乳猪 红鹰手里提着满满的菜和肉 兴冲冲的在街上叫喊了起来 死小男瑟瑟小声道 红鹰姐能不能不要这么招摇 别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红鹰对此却并不在意 干嘛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大过年的开心点有什么不好 你说是把七叶弟弟 对这个大姐姐林七叶颇为无语 话说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没有神秘降临过吗 红鹰想了想 有事有一只迟劲的蜥蜴 解决起来倒是很简单 不过 奇怪的是后勤人员收尸体时 发现只剩下半截身子 林七叶眉头微微皱起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暗中收集神秘尸体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禁止朝林七叶射去 拥有凡尘神域的林七叶第一个做出反应 随即林七叶和红鹰同时抬头看去 只见高楼上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影 正站在那 都冒头射下的阴影 完美地遮住了他的面 红鹰冷哼一声 找死 将手中两个大袋子扔给林七叶 身形一晃 就向着那人离开的方向追去 这种力道的剑射中了也未必死 而且也没有想象中的爆炸 林七叶 这算什么 斯小南 偷袭吧 林七叶观察小剑 竟发现剑尾有一卷纸条 再掌心摊开 下一秒 林七叶瞳孔骤然收缩 也把所有的袋子扔给了斯小南 小南你带着这些先回去 我还有事要做 便向路的另一边飞边去 只因那张纸上面写着 老城区3901号 有人要对你的家人下手 上面的字歪歪扭扭 明显是那人用左手写的 目的是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 此时姨妈和阿静 正在为过年张望 姨妈去店里求来一张大大的符字 把这张贴到你哥的房门上 那孩子离家远 一般的符没用 杨静轻轻一笑 妈 这副哪里还有静远之分 姨妈瞪了他一眼 小孩子懂什么 这叫宁可信 岂有不可信其无 你哥在外日子过得肯定很苦 用了这个符后 希望那些什么神啊 能关照一下他 矮楼外 危险正在接近 一个个以姨妈二人为目标的汇报 正在收集到男人手上 而他们正是要对林七叶家人动手的 狂歇拥兵团 歇一表示 按蛇女的意思 今晚如果目标人物还不出现 就挟持这个女人和小孩 交给他处置 歇三不懈到又是蛇女 我们狂歇什么时候 变成一个女人的走狗了 这话立刻被歇一喝止 只因他们都是当年走投无路下 选择了信奉古神教会 违背了蛇女的意思 就是违背了诸神契约 到时不止歇三会害了自己 还会连累整个狂歇拥兵团 歇七也有疑惑 目标是双神代理人 要是他真出现 我们能对付得了吗 歇三接话 就算我们处理不了 不还有那位信徒第十六席 只差半步便踏入海境的强者吗 信徒 突然一个声音从车外传来 一抹黑暗以零七叶为中心 迅速把整辆面包车笼罩 来给我说说 你们刚才聊的那个信徒是什么东西 歇三毕竟是酒精沙场的战士 伸手就要去拿一旁的冲锋枪 可零七叶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 指尖在车门上轻轻一划 冲锋枪随即突然炸糖 烟尘之下是零七叶五行欠打的表情 歇三无奈下车 你个玩话学的欺负我一个玩物里的 他要眼前之人知道 装十三十越爽 打脸十越痛 他们明明是任务完成率最高的雇佣兵团 但一次又一次在少年面前吃亏 只因少年是大下有史以来的 双神代理人就在刚刚 歇三提着短刀向零七叶刺去 零七叶微微后退半步 短刀刀尖擦着他的皮肤划过 没有留下一丝伤痕 左手迅速击打在歇三手腕 使其手中短刀随之脱手 不知何时 歇三左手夺出了一支漆黑的短柄冲锋枪 对准零七叶头部就是一轮扫射 倾斜的子弹下 是零七叶身形晃动的残影 紧接着零七叶伸手在虚空中一凝 冲锋枪枪管竟被硬生生凝成了麻花 狂喷的子弹无法冲出 就在歇三手中突然炸开 同时零七叶一脚踩在刀柄上 被他稳稳接住 随即便悬停在歇三的咽喉 再问你一遍 什么是信徒 一抹黑暗自零七叶身上散开 这案侵蚀虽然暂且无法控制人类的精神 但是造成的痛苦绝对是噩梦级的 歇三心理防线很快便崩溃了 据他描述 信徒便是古神教会的附庸组织 古神教会正式成员都是神明代理人组成 个体虽强弹数量吸手 因此教会将一些非神明代理人的强者 吸纳为外围成员 每个信徒都必须与教会的某个神明 签订灵魂契约 从此无条件听从那位神明的安排 而他们狂歇拥兵团信奉的神明 就是古神教会美度沙代理人 代号蛇女 零七叶轻轻挥手 歇三顿时卸剑当场 蛇女这个名字让他皱眉 只因诈评急续赢的 就疑似这位美度沙代理人 他此次的目标是自己吗 就在沉思之际 一声微不可查的轻响 从远处楼顶传来 若是零七叶反应慢上半分 便能直接要了他的性命 是狙击手 以他精神力覆盖范 一般枪支很难对他造成威胁 但狙击枪则另当别论 因为子弹行速大约一千米每秒 而零七叶的精神感知只有一百米 而且对方的狙击手明显有两个 也就在他思考如何应对时 枪声从第三个方向响起 而弹道的方向 代表着第三名狙击手是几方人员 远处楼顶响起来呼叫声 可些酒已经无法再给予回复 刚刚枪响打的就是他 遥遥数百米外 一个黑衣男人匍匐在雪地之中 手中狙击枪冒起一缕青烟 逐渐飘散 正是冷靴 狙击镜牢牢锁定躲在沙窗后的第二名狙击手 冷靴眼泛寒芒 又是一颗子弹贯穿敌人头部 从狙击镜上挪开 接下来 就看你自己了 眼见第二名狙击手被冷轩爆头 灵七夜看向了某个方向 精神感知告诉他 有四个人正在靠近 直奔而来的四个敌人枪口 疯狂喷着火舌 枪口经过消音处理 在漫天飘雪下 丝毫没有传出声音 趁着敌人更换弹霞之急 灵七夜双手一挥 两个黑霞在空中尤为显眼 散开 敌人不知为何物 目标也转向了两个黑霞 就在此刻 至暗神须 黑暗在矮矮雪地上 如同一滴黑字斑化开 灵七夜伸手操控 两柄执刀自黑霞中 蝉射飞出 切似大惊 执刀近在咫尺 他果断用手中枪支砸向一柄 从背后抽出短刀 喊砍阁挡住另一柄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灵七夜身形如鬼魅 控制着执刀 已经出现在他的上方 亮小飞君子 无独不丈夫 谁能想到 整个狂歇佣兵团 也只是歇一的祭品而已 只因他手上有着一箭 序列在二零九的境内 就在刚刚 歇似想扔出短刀之际 灵七夜大手一勾 飞到空中的短刀 顿时嵌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紧接而来是夜色中的一抹闪电 灵七夜一个膝撞 把他撞飞老年这么远 至暗神需控制两把执刀 像是风车般直逼而来 双刀合围 歇似闷哼一声 仰面栽挡在地 余下之人已经意识到 热武器根本无法给对方造成威胁 索性直接晋身肉搏 直到现在 这个九人的狂歇佣兵团 两人死在冷轩手里 两人死在灵七夜手中 剩下五人中 还有一个尚未露面 狂歇想仗着人多 把灵七夜磨死 只可惜他们注定要失望 在星夜舞者加持下 最后被耗死的一定是他们狂歇 没人注意到 一团模糊的光影 悄然飘过雪地战场 落在了矮楼窦之中 一群蠢货 也被成为蛇女小姐的幸福 说话之人 正是信徒第十六席 只差半步便可入海境的穿镜强者 吕良 对付一个神秘莫测的双神带领 他知道该怎么选择 只因他认识那些曾经悟空一切的所谓强者 坟头草都有半人高 一步步踏上楼梯时 脑海已经浮现出抓住那小的亲人后 灵七夜如何跪地求自己放过的画面 不然他微微一愣 脚步也停在原地 因为不知何时 一只又黑又小的赖皮狗趴在他的面前 这狗长得真丑 刀影如电 星辰刀横扫着步 精准鸡飞蝎二蝎七手中的短刀 灵七夜转身就跑 他要用杀招了 但在这些老手面前没有避重的拔 就在追击间 灵七夜突然回头 双眼绽放刺目的金芒 是天使神威 神威爆发的瞬间 蝎二蝎七感觉精神被寸寸缈碎 这一幕灵七夜早已预料 寒光迅速抹过二人搏梗 鲜血四剑 这就是灵七夜一直等待的必杀机会 蝎五蝎六大惊 谁都没有想到 同伴会死得如此之快 蝎一 你在干嘛 为什么还不出手 但如何呼叫都没有得到丝毫回应 此时灵七夜手握直刀 蝎二蝎七尸体上 两只冲锋枪自动扶起 全停在他的身边 枪口对准了还在惊开的两 蝎五蝎六只来得及叫一声 怪物就在死神的咆哮所 倒在了血泊之中 就在下一刻 一人踏进了灵七夜的精神探知范围 你就是蝎一吧 你来晚了 晚 蝎一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我来的正是时候 他就这么一剑剑的 在灵七夜面前扔掉了所有装备 拿起挂在胸前的银色名牌 然后放到嘴边轻轻一吻 他手中的名牌竟剧烈震战起来 灵七夜眉头紧锁 是进雾 一股诡异的气息散发而出 潺潺鲜血从周围几具尸体上飘出 没入名牌之中 蝎一淡淡的 鲜血沸腾 禁须序列209 短时间内吸取范围内 所有死亡生物的血液 获取它们生前的力量并叠加 这是我从雨林里逃出来的宝贝 这几个蠢货 还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蝎一泛起诡异的笑容 把染成血色的名牌 刺入自己掌心 随之全身青筋暴起 双眸呈现出血红充满了野性 他没想过靠几个废物 战胜一个双神代理人 他们唯一作用 就是成为鲜血沸腾的祭品 八个人气血叠加 足以将他的战力堆积到迟境巅峰 甚至突破到川境 而只要能杀死灵七叶 他也能在信徒中拥有一席之地 灵七叶面对生智川境蝎一 被打得节节败一队 此时的他精神力也到达极限 究竟他有什么办法 赢下这场殊死拼杀呢 灵七叶精神力感知到 蝎一身上澎湃的力量 身旁冲锋枪对准目标疯狂扫射 子弹出唐的瞬间 蝎一双腿猛登地面 在雪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诡计 一连串子弹都未能伤其分喉 敌人就在眼前 他只好把枪丢弃集中精神 短刀与直刀实打实地碰撞 竟让灵七叶觉得手臂一马 身体踉枪后退竖步 心夜舞者能给他带来速度 和力量五倍的加成 然而在此时的蝎一面前完全不够看 本明显如蝎一所说 他已经抵达了川境 灵七叶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等级的敌人 当当当的响声 根本无法跟上二人两刀相撞的步伐 鲜血沸腾的蝎一如同一台凶猛的战斗机器 一次次击退灵七叶下 终于被他荡开直刀 打出了灵七叶的破绽 随即直接用脚一蹬 将灵七叶踹飞十数米之远 雪白地面留下长长的脱河 最终撞在一面墙上 捕出一口鲜血 才停住了身形 灵七叶咳嗽站直 目光死死盯着蝎一 突然 手机清脆的铃声响起 灵七叶一正 从口袋掏出手机 来电人显示着姨妈 下一秒 一记灵力的鞭腿 便甩向她的面 立刻闪身蹲下 借着惯性一记扫堂子 重重踢在蝎一的脚踝 蝎一身体只是微微一晃 想象中的道飞并没有出现 灵七叶暗骂一声 真硬 直刀死死挡住蝎一的下一刀 使她再次向后滑行树木 手机也被震得脱手了出 听着蓝精灵的主题曲 蝎一瞟了手机一眼冷笑道 家人的电话 是那个女人 还是那个小孩的 对哦 今天是除夕 应该想问你在外面过得怎样 有没有准备年夜饭 然后再告诉你他们一切安好 真是个温馨的家庭 但他们还不知道 你就在离他们如此之近的地方 殊死勃杀吧 杀了你之后 把你的脑袋挂在他们阳台外 当新年终生响起时 他们一定会惊喜这份新年礼物的 更坏的消息是 之前和狂歇的其他人战斗 这暗神序的持续时间快要到了 而灵七叶的精神力 也已经接近极限 如果再下一击不能打败敌 说的一定是他 见敌人像是要拼命般冲来 蝎一露出玩味的神情 强弩之末 谁能想到 灵七叶就在他2.5米外停住 一脚踩在雪地之上 在至暗神序作用下 一片白茫茫的雪龙卷 挡住了蝎一的视线 蝎一凭借多年战斗惊艳 身体迅速做出反应 短刀毫不犹豫向后挥出 嘴角浮现出 我早就知道你要这么玩的笑容 可就在这时 他的笑容僵住了 只因敌人手中的 执刀少了一笔 是天使神威跨过虚空 静止灌入蝎一的脑海 同时左手轻轻一招 赵空城的那柄星辰 刀展开漫天飘零的雪花 悄无声息插入蝎一的后脚 鲜血喷涌而出 做完这一切的灵七叶 脚步踉呛 跪倒在雪地之中 赵空城那柄执刀 硬倒出他的面孔 赢了 沉寂许久的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灵七叶勉强用刀撑着身体 蹒跚走去捡起地上的手机 接通纳客 是姨妈温柔的责备之语 你这孩子 打这么久电话都不接 大过年的 怎么不主动给家里打个电话 姨妈 我刚刚在跟战友聊天 没看手机 本来打算晚上打给你的 本来 哼 你在部队里待得怎样了 还好吗 灵七叶边回收蝎一的那间进屋 边听着姨妈的话语颤抖开口 好啊 我都挺好的 姨妈表示她煮了一大桌的菜 可惜你不在家 站在楼道的角落 注视着那个忙碌的身影 微笑开口 姨妈 新年快乐 嗯嗯 新年快乐 他们是霓虹璀璨都市下的无名英雄 大下守夜人 就算是大过年 也不能与家人团聚 只因回去的越多 被敌人盯上家人的几率就越大 雪越下越小 天越来越暗 烟花的亮光 拉长了那道注视着家里的身影 冷轩缓缓走进开口 后悔吗 灵七叶没有回头 不后悔 冷轩坐到他身边 短时间内 你是回不去了 回去的频率越多 注意到这里的人就越多 其实 今天就算你不来 他们也不会出事的 灵七叶转过头 疑惑地看着冷轩 你以为队长所说的保护你的家人 只是说说嘛 那天送材料到你们家时 就在门口处贴了一件名为未央的镜 虽然看起来只是张透明的小纸条 但却能张开一个微型镜须 一旦有人试图用镜须破开未央 他就会将你姨妈和弟弟传送到事务所地下室 可无解空欲一样 是守夜人为数不多的人造禁虚 这东西可不便宜 不过我们一三六对 基本上每个人的家属都有 灵七叶茫然问道 为什么 冷轩大有深意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 队长为什么会这么穷 随即拍了拍灵七叶肩膀 走吧 这个家的年夜饭 你是吃不成了 但另一个家永远欢迎 灵七叶打开事务所大门 一股浓郁的菜箱扑面而来 餐桌旁的红英 一双不安分的手 已经摸向了鹅角 不愧是队长的手艺 灵七叶边帮忙拿碗 边问红英抓到那个射箱的人没 红英一脸苦瓜相表示 大白天城里自己又不能用禁虚 被那家伙跑了 灵七叶若有所思 因为他觉得对方并没有恶意 只是其身份 就在这时 身后响起鱼汤来了 陈木爷捧着一大盆鱼汤走出来 后面还跟着捧着菜肴的思小兰 忙了两个小时 众人终于可以入座 一张长桌七个人八张座位 那个空位上原本做的事 一名为赵空城的奶人 陈木也端起酒杯 目光扫过众人 这一年里救人逝去 新人加入 发生过很多事情 但我们又一次成功守护了这座城一整年 然后朝着在座的众人深深鞠躬 作为一三六队队长 我要替这苍南势力无数声铃 向在座的各位致谢 随之抬头 眸中充满认真 希望明年的现在 坐在这里吧 还是我们 一个不少 碰撞的酒杯 发出叮当的脆响 挥洒的酒液 如同红色的烙印 连绵不断 这是一群心里 烙印着赴死决心的守夜人 同看一个夜空 同听一束烟火 胖胖将手中啤酒递给沈青竹 拽个 看来今年 只能咱仨一起过年了 沈青竹摇头 工作期间不喝酒 胖胖咧嘴一笑 放心吧 小爷的保镖团已经到了 你就算喝晕了也没事 可是 这是老板的命令 沈青竹想了想 那行吧 瑕醋潮湿的情人旅馆中 三个少年看着漫天的烟雾 将手中的啤酒碰撞在一起 灵致黎明 零七夜推开门 原本用来业务咨询的大厅 已经一片狼藉 今天是大年初一 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味道 远处的爆竹声接连响起 零七夜边扫雪边响 明天就是大年初二 假期的最后一天 可莱西的人中 没有一个高境界的 特别是那个神秘的美杜沙代理人 到现在都还没出现 就在此时 远处一阵鞭炮声中 竟夹杂着爆炸声 若非亲眼看到远处 冉冉升起的浓烟 他多半也会以为 只是自己的幻觉 接连几床火球 在旅馆内爆发 滚滚浓烟之中 三道身影 从二楼的窗户一跃而下 两道人影稳稳落地 只有一个小胖子 摔了个屁蹲 胖胖揉着屁股 一蹦一跳地跟着两人跑 脸上还带有喝醉了的红韵 沈青竹伸手在虚空中一握 气鸣 瞬间抽空二楼房间的空气 燃烧的火光 刹那间消失无踪 胖胖大声喊道 你俩不用跑那么快 等等我啊 曹渊一咬牙 反手就将胖胖扛在肩上 让你昨晚少喝点 今天敌人打怪 你酒都还没醒 突然在前面的拽哥 停下了脚步 只因在烟尘中 出现了四道人影 拽哥一言不发地 走到百里胖胖身前 这四人究竟是敌室友呢 古神教会一步步逼近 虽然袁刚揪出了内股 但他们安排了两名海径强者 如若招揽灵七夜不成 是要将其就地格杀 在火药味十足的气氛下 胖胖却打了个酒鸽 在曹渊背上 对着前面四人挥了挥手 只见四人对着胖胖攻进行礼 地火风水 四进物室 见过小太爷 拽哥和曹渊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都准备开干了 就这 胖胖也缓缓落地 边揉屁股边倒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百里家的四大禁物室 也是我的贴身保镖团 你说啥 禁物 十 胖胖继续解释 高位级别的禁物 必须找到适合的主人 才能发挥出最大功效 而这些人 在百里家被称为禁物室 他们每一位 都有穿进巅峰的战役 四人合力更是可占海境 所以我们安全得很 此时 火石手中拎着三颗头颅 赫然就是刚刚偷袭旅馆的 三名穿进强者 此外 按胖胖吩咐 提前包下了整个旅馆 因此 没有任何人受伤 胖胖百足富家公子的架势 嗯 做得不错 突然风使眉头一皱 踏前一步 小太爷附近还有敌人接近 请您在原地等候 我等去去就来 胖胖挥了挥手 去吧去吧 四位禁物 此瞬间消失在原地 片刻后 曹渊悠悠开口 这才是真正的超能力嘛 拽哥也有点怀疑事件了 所以 你要我来是干嘛的 胖胖想了想沉生开口 凑齐三人斗地主 披着羊皮的狼 就是戴着面具的骗子 集训营食堂内 众教官正在讨论 自从新兵放假 生活都变得无趣 韩丽以上的几名教官 都不知所踪 其中一名教官表示 听说是出去执行秘密任务 另外一名教官顿时一个机灵 和这次集训营玉席有关吗 食堂门口也出现两道人意 众教官纷纷起身敬礼 首长好 袁刚沉着脸 带着手拿一叠文件的红号 一步步向他们走来 袁刚凌厉的眼神 落在刚刚那名 打了个机灵的教官身上 缓缓开口 为什么 那教官哆哆嗦嗦张嘴 首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耀光 1989年入伍 我记得你 当年我还是个上位 你是我手底下的兵 一直站后面的红号 打开文件开口 11月26号 新兵第三次出营 去极限训练时 你在监控中 消失了两个小时 你去了哪里 12月7号 你父母银行账户 分别汇入一笔200万 一笔300万的款项 这些钱来自哪里 集训营预袭当天 你曾用卫星电话 发送过两次加密信息 半分钟后 银行账户又汇入了300万 不要再说了 李耀光整个人戾气 仿佛被抽空 脸色苍白如指 颤巍巍地用手捂住脸痛哭的 我也不想的 他们抓了我老家的父母 这种自古忠孝两难全的感觉 使他一遍又一遍地 把头撞向桌面 袁刚注视着他 扮上后平静开口 这些话你不用对我说 等到了上京市首页人才绝索 自然会有人问 不出意外的话 你的下半生 只能在斋戒所度过了 没等众人回神 袁刚再度说出两个人名 王贵 吴若同 想不到 二人飞快交换了一个人身 便向着袁刚的咽喉刺举 袁刚冷哼 一道金色的波纹 以他为中心 轰然爆开 恐怖的力量 像是两柄铁 重重地将二人砸得倒飞出去 他们艰难从地上爬起 挖得吐出一口鲜血 袁刚 一语大人 托我们给你带个礼物 同时他们身体各处 仿佛有一个个气球膨胀 袁刚右脚重重一塌地面 金色波纹宛落一座金钟 笼罩在二人之外 二人身指 在云光下炸开 血肉飞溅 却始终无法破出 最终只能沿着垂直方向爆发 地面被炸出一道 深不见底的圆形沟壑 红浩眼神一宁 一语 原来是被洗脑了 古神教会究竟是什么时候下个手 袁刚冷哼一声 这场闹剧持续这么久 是时候结束了 苍南市某信号塔顶端 一个女人将手搭在信号杆上 正是古神教会每度杀带领 蛇女 她拿出手机接通电话 那头传来男人的话语 安插在集训营里的那几人暴露 袁刚已经出营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蛇女表示还没玩够呢 男人声音逐渐严肃 我提醒你来苍南不是为了玩 你还是个刚加入古神教会的新人 境界也不高 这次接触灵七夜以招揽为主 如果实在无法招揽 就直接让韩绍云出手 务必将他就地格杀 以韩绍云的占领 整个苍南只有袁刚能正面战胜他 不过会有人拖住袁刚的 蛇女双眸微眯 除了韩绍云和袁刚 城里还藏着一个海径吗 蛇女把手中相片一扔 我们也是时候见面了 双神代理人 女人隔了五百年 只想让少年回头看自己一眼 少年却是立刻闭上双眸 因为女人是神话生物 美肚杀的代理人 听到爆炸声后本能七夜 也迅速返回事务所装备上星辰刀 此时陈牧也从厨房走出问道 要出门了 嗯 算是去拜个棉吧 秦人旅馆发生的爆炸 还萦绕在她的耳边 陈牧也并没有阻止 只是轻轻点头 那你去吧 在她离开的瞬间 一直睡在沙发上的无香难 忽然睁开眼睛 和陈牧也对视了眼 便一巴掌拍起身边的温其木 走了 要干活了 林七夜出事务所后 禁止向秦人旅馆走去 太安静了 这份战力感最终 使她停下了脚步 感知更是告诉她血下的异样 轻轻擦拭后 地面竟浮现出一个诡异的裂痕 这图案像是 一只狭长且邪义的蛇眼 她所在的人行道上 不知何时也遍布着这种诡异的蛇眼 精神力散开后 林七夜脸色越发凝重 周围一只只蛇眼 以匪夷所思的形式 逐渐显露 就连天空悬挂的东鸟 不知何时也变成了树骨 这是 静须 突然面前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个女人 林七夜没猜错 她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踏入了对方的静须 随之平静开口 你就是蛇女吧 是来杀我了 蛇女不紧不慢走向林七夜 我本来没想招揽 他们稀罕你这个双神带领 可我不在乎 将一个天才扼杀在摇篮中 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她走到林七夜面前 伸手就想抚摸她的脸颊 这么俊俏的脸 要是毁了就可惜了 在她眼神迷离间 传出林七夜拔刀的功名 刀锋即将划过蛇女咽喉的那啥 她身形忽然扭曲 竟直接消失在原地 身形再次凝聚时 已经在树米外的大树上 手中玩弄着一柄笔手 真粗鲁 都不听人家把话说完 没兴趣 林七夜也抬头看向了响声处 蛇女舔了舔嘴唇 眼神中浮现出异样的光芒 高冷八道怎么才行呢 挨当我的奴隶 沉浮在我的脚下吧 她的身体不自觉地卷曲起来 脸上浮现异样的潮红 舌头疯狂如动 我会狠狠揉离你的肉体和尊严 想想就好兴奋啊 蛇女张开双臂 你还在犹豫什么 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林七夜的双眸微微眯起 这女人是个变态吗 两柄直刀在手上 荡起粪力震动 一道刀芒闪过 可瞬间蛇女身形再度消散 只留下刀锋 划过空气的嗡鸣声 再次出现时 已经离她数米之远 蛇女脸上潮红逐渐退却 表情也逐渐冰冷 你还是拒绝我吗 林七夜握刀冷冷道 我不仅拒绝你 我还要杀了你 树同凝视 蛇女嘴角浮现出猙獰的笑容 那你就去死吧 话音刚落 整条街上的蛇眼图案 同时亮起红色光芒 蛇女身形一晃 下一秒就出现在林七夜面前 瞬移 这两个字在林七夜脑海中闪过 她试图用至暗轻蚀来控制 蛇女手中的这无比之刃 却并没有成功 她不知道的是这黑暗绝缘体 是一件只属于美杜莎代理人的镜 蛇牙 刀与牙碰撞在一起 两人身形靠得极静 一抹幽光在蛇女眼中闪烁 来 看着我的眼睛 林七夜直接闭上双眼 看了就变石头 我有病才看 美杜莎这么有名的神话生物 林七夜又怎么会不知道 就是这瞪谁 谁变石头的能力 不知道蛇女继承了多少 但小心些总不会错 闭眼战斗对其他人来说十分笨 但对拥有凡尘神域的林七夜来说 早就不需要眼睛来获取信息 只是眼前之人 手段诡异多端 瞬移 他自身境界不高 从精神力强度来看 应该和自己一样是持境 只是同为持境 他的境须为什么能覆盖整条街呢 境须的覆盖范围 与自身精神力有关 微能越强范围越小 林七夜进入持境后 凡尘神域也只有百米范围 至暗神须更是只有五十米 蛇女这诡异的境须 少说也有三百米 这片境须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精神力扫过蛇女凭空出现的地方 林七夜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浮现一门笑脸 蛇女 女人是美杜莎的代理人 其中一项能力辨识 把看她眼睛之人实话 少年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与之对视 其结果就是 女人流出了血泪 蛇女选择向林七夜身后袭来 可林七夜根本连头都没回 就把手中执刀向后猛刺 瞬间斩落她头上几条黑马 曾经的围快不破 如今已然物是人非 她指尖扶过被割断的黑发 谋中杀意更甚 找死 身形再度消散 林七夜将手中执刀反握 下一秒 执刀如同定位般指向蛇女胸前 一声轻鸣响起 她的胸口浮现蛇灵虚异 卸掉了执刀大半力道 但刀尖还是破开蛇灵 浅浅刺入了她的身体 她的把戏被林七夜看穿了 凡事皆有代价 其代价便是通过蛇眼所在之处来定位 这就是造成瞬仪假象的皇子 挥破了瞬仪的秘密 就凭别角的格斗技巧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至于你的实话蛇眼 林七夜缓缓睁开双眼 左眼赤热如沫 右眼漆黑如沫 两股截然不同的神圣威严 从她身上散发而出 你可以试试 我们对试后 是我先实话 还是你先死 只对试了一瞬 蛇女十海像是被硬生生撕开 痛苦地弯下了腰 血泪从无眼的指缝间一出 林七夜身形一闪 便要了结了这位恶神戴云 枪的一声碰撞 她被击退十九几米 顿时气血翻腾 嘴角渗出些许鲜血 来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男人礼貌开口 你好 我是韩绍云 信徒第十三席 林七夜一颗心 已经沉入海底 刚刚那一截 说明眼前之人 绝对是穿进巅峰 甚至是海静 韩绍云站在蛇女身前 替她挡住了 双绳威带来的影响 你走吧 蛇女冷哼一声 便心有不甘地决然离开 随着她的离去 林七夜心中的不安 却不减反增 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要比逃走的蛇女可怕百倍 你也是来招揽我 她一边开口 一边将意识 探入脑海中的精神病院 只因面对这个层次的敌人 她毫无胜算 眼前只剩一条路可选 召唤尼克斯 尼克斯神格受损 具体有什么层次战力不好说 但并不一定要赢 直接使用夜色闪烁逃跑 才是最佳选 此时韩绍云长起一说 很遗憾 我不是来招揽你 而是来杀你 就在即将召唤尼克斯之际 一股隐晦的波动 从三个方向传来 看到镇幕 零七夜顿时精神一震 韩绍云也皱起了眉头看去 守夜人 无界空欲 波动汇聚之处降下光束 六道身披暗红抖空的人 身形缓缓浮现 沉默也冷冽开口 一三六队全员在此 何人 找死 冰封的运河上 一道黑影如炮弹般砸破冰面 一个男人正站在岸上 默默注视着镇幕 半空中又出现两道身影 一人笼罩火焰 一人脚踏狂风 袭向男人 火焰混杂狂风形成龙卷 将男人包裹其中 一抹乌光绽放 直接将两人的火龙卷撕开 男人咧嘴一笑 身形刹那间来到火室面前 乌光缭绕掌尖 又是一掌 将其拍入运河之中 然后转身 一拳直击风使腹部 很明显这男人是个拥有海径的强者 躲在远处的曹渊对胖胖开口 你的保镖团好像要输了 胖胖虎去一阵 呸呸呸 闭上你的乌鸦嘴 接着骂骂咧咧起来 哪冒出来的海径疯子 刺猬禁物使联手 也只能勉强与海径一战 照他这么不要命地打下去 咱们都得玩 拽歌听后 想了想说道 要不先把这两天的账结一下吧 一条粗壮的水龙 从运河中破冰而出 谁使服着重伤的火石 稳稳落在岸边 就在男人再次袭向两人之时 大地就像活过来般 掀起一阵沙石巨浪拍向男人 男人好像早已预料 单手捉住地使 在空中转了半圈 狠狠甩落地面 此时 火风随时已然重伤 至于地使 刚刚那机后 已经完全陷入昏迷 男人冷冷开口 百里家的禁物使也不过如此 伤称这样还要拦我吗 三位禁物使莫不作声 但他们的行动 已经说明了决心 很好 那就都给我去死吧 曾经的守夜人队长 在队员的性命和尊严面前 最终选择了队员 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选择 如果是你 你又会怎么抉择呢 此时胖胖见男人 掌尖浮现乌光 走向三位进入时 急忙亮亮呛呛地站到他们之间 伸出三根手指表示 无论顾你出手的人出多少钱 我百里家都出三倍 但显然钱对男人并不好使 或者是说签订了灵魂契约的人并不好使 男人正想说些什么 突然身体一震 回头看向身后 不知何时 袁刚已经站在那 双眼死死盯着自己 你终于来了 男人竟露出了阴谋得逞的表情 袁刚眼睛微微眯起 你这么肆无忌惮地散发海靖气息 追杀百里屠明 不就是为了引我过来吗 男人咧嘴一笑 是又怎样 既然你来了 短时间内肯定走不了 袁刚竟在此时替他接着说 然后让另一位海靖去杀林七夜 可袁刚的眼神慢慢浮现清誉 你们凭什么认为 在苍南市里能杀海靖呢 就我袁刚一人 韩绍云目光扫过眼前之人 摇摇头 明显他不觉得一个三线城市的守夜人小队 能拿自己怎么样 守夜人制度中 越重要的大型城市 派遣的队伍平均实力就越强 比如驻守首都上京的006号小队 就聚集了一群人均在海靖的强者 而006以上 就是守夜人的五支特殊小队 单从这点来看 海靖强者谁特么闲的蛋疼 去了三线城市称王称霸 此时沉目也突然开口 韩绍云 前任姑苏市守夜人小队队长 为什么甘愿成为古神教会的走口 韩绍云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 等有一天 你亲眼看着自己的队员 一个个死在面前时 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随后便以高居临下的语气表示 自己的目标只有那个少女 其他人立刻离开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沉目也并没有接话 只因他不需要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选择 下一秒 冷炫的一枚榴弹已经飞向了韩绍云 刺目的火光在他身前爆开 可强烈的爆炸火浪 被一股以韩绍云为中心的气血 吸收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一杆红碎长枪 从红鹰背后黑霞弹出 拖出霉红色残影席向他 韩绍云身法如风避开了枪间 转瞬间便出现在红鹰背后 长起就要横扫之际 他的瞅孔骤然收缩 眼前的女子 变成了一个身穿青色汗袍的少女 青青是你吗 紧接着 一抹青鸣冲入脑海 不对 是精神幻象类静虚 远处 温其默双手食指相互交错 掐出一个诡异的形状 他注视着韩绍云 双眸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韩绍云用澎湃的精神力 按下了幻象 眼中的青衣女子 再度变回红鹰的模样 随即冷哼一声 右脚重重地踏在地面 一道肆虐的风雪圆环站开 轻松地将红鹰连人带枪击 韩绍云目光变得灵力 静虚序列180 心魔复法 温其默轻笑 不是什么厉害的静虚 但对你这种心魔缠身的家伙 似乎格外有效 是吗 韩绍云手中长挤一挥 顿时茫茫雪地中 出现了一道龙卷 卷起满地积雪 遮天蔽日 十里之内风雪漫天 静虚序列079 大风灾 此时无界空域的重要性显现出来 黄蜂肆意着每个角落 砖石 路灯 自行车 甚至汽车等无数物品 随风而起 灵七叶将手中直刀插入地面 心里想的是 这就是海静的超高威镜虚吗 未免太恐怖了 突然一抹淡淡的白光从后传来 灵七叶只感觉身子一沉 就仿佛皮肤表面多了一层薄膜 完美抵消了风的作用力 同时身后也传来无相难的声音 干得漂亮 灵七叶疑惑回头 这是 死小男傲娇解释 无缘杀 能够依附在人的肌肤表面 隔绝外界对自身的影响 还能修复伤势提供防御 在无缘杀手护下 韩绍云诧异看着这群无视风雪的人 更是对着最前之人开口 你是这只小队的队长 是 你是个合格的队长 韩绍云顿了顿 至少比我合格 陈牧野声音也在风雪中响起 五年前 古苏式小队正面遭遇古神教会的意味 八位队员三死三重伤 还有一人终身残疾 队长韩绍云从此失踪 两年后便以信徒身份再度出现 韩绍云眉头微微皱起 你想说什么 陈牧野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我想知道 你加入信徒是否另有目的 比如你是不是卧底 你想多了 韩绍云平静打断了陈牧野的话 他们的灵魂契约 比你想象的更加恐怖 无论加入前有怎样的心思和目的 签订契约后 都只会烟消云散 彻底成为他们的傀儡 韩绍云现在只想知道 一个比他合格的队长 在拼死一搏 最后跟自己队员一起死 可舍弃尊严换取其他人活命间 会怎么选 陈牧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选 得不到相应的答案 韩绍云似乎也死心了 现在的他只能是 信徒第十三席 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曾经被誉为黑白无常的顶尖天才 陈牧野 一具无常刀下 可斩肉体 斩魂魄 斩羊兽 下退了多少强者 如今却甘心到一个三线城市当队长 究竟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韩绍云话音刚握 海径精神力冲天起 陈牧野因其话语 握刀的手微微颤抖 片刻后他叹了一口气 腰间双刀缓缓出窍 我知道 对于信徒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黄蜂中的韩绍云嘴角上扬 表达着这才是守夜人对信徒该有的态度 双刀出窍的瞬间 陈牧野双眸泛起淡淡的幽光 极度的冰寒降临大地 身后一座血色宫殿的轮廓逐渐呈现 在这宫殿门上挂着一块古老神秘的牌匾 阎罗殿 零七叶也置身其中 彻骨的冰凉 使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 这是队长的禁虚 吴湘南淡定站到他的身边 禁虚序列零三七 黑无常 目前为止 除了曹渊的零三妖黑王斩灭 这是他见过的最高威敬虚了 拥有如此高序列的禁虚 零七叶不解 队长应该是在特殊小队 或者是上京市的守夜人队伍才对 为什么会来到这小小的苍男市 当起了一三六小队的队长 韩绍云正正看着这一幕震惊开口 黑无常 你是沉默也 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认识我的人应该不多了 新生代理知道你的确实不多 但十年前 上京市的黑白无常两位天才 何人不知 韩绍云充满疑惑 十年前你突然从上京市消失 竟没想到来了这小小苍男 当起了队长 为什么 我乐意 韩绍云眉头皱得更紧 我记得 失踪前你就是川境 跟你齐名的白无常 已经成了上京市小队的队长 你怎么还停留在川境 沉默也似乎想起了什么 沉默片刻摇摇头 这不重要 韩绍云随即笑道 对我来说 知不知道确实已经不重要了 长脊一挥 骤然飞射而出 风雪呼啸间 传来枪的一声 两人完成了第一次步 沉默也身形被震退束步 下一秒 沉默也身形化作幽灵般虚无 韩绍云眼见气如此鬼 快速后退 同时一股狂风从体内爆出 试图弹开对手的直刀 但还是在弹飞前 背弃在胸口 留下一道浅浅的伤痕 韩绍云舞动长起横扫 沉默也挥刀迎上这击 锋刃像是刀切豆腐般 划过阎罗殿 留下一道平整的切口 顿时四分五练 碎块轰隆隆坠地 沉默也脸颊 也被割开一道淡淡的血痕 你很强 但论境界 你不及我 这是硬伤 沉默也神情不便开口 我知道 所以我也 没打算一个人打赢 话音未落 一旦长枪斜着滔天火焰 旋转着从天空落下 韩绍云看了看沉默也 就凭这种攻击 同样无法打败 远处楼顶 漆飞的枪口 喷出刺目的火光 一枚细长的子弹 快到仿佛洞穿空间 眨眼间便来到了其面前 韩绍云立刻侧身转头 子弹擦着他的额头划过 克制狙击子弹 他轻抚额头惊讶开口 沉默也两人借此机会 也开始了对他的穷追猛打 灵七夜看向一动不动的吴湘南 疑惑问道 你不上吗 我的禁须比较特殊 必须在关键的时候用 吴湘南嘴角泛起一抹苦刺 而且现在的我已经握不了刀 灵七夜沉默片刻提起刀 那我先去了 一抹极致的黑暗 以他为中心展开 身形飞快加入战场 韩绍云先后避开树枚子弹 又用长脊 荡开了红鹰的长枪的下一刻 沉默也身形如鬼的内板 凭空出现在他的身后 韩绍云正欲有所动作 只觉得眼前一花 看到的是一根根丝线 从自己的心脏连伸 像是包剪一般 又是这心魔复发 知道情况不妙 韩绍云用澎湃的精神力 强行冲开温其末的禁须 远处温其末身形一阵 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以持镜之力 影响海镜强者 这对他的精神力反是极其恐怖 但就在他争取到的这一瞬 沉默也直刀重重 斩在了韩绍云的后背 随着这一刀落下 一抹淡淡的幽芒 涌入韩绍云体内 他看向自己的手 此时全身竟在迅速摔了 沉默也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 缓缓开口 无常刀下 肉体可斩 魂魄可斩 杨兽亦可斩 这就是黑无常吗 韩绍云喃喃自语 但此刻的他 就像一个找到归宿的孩子 竟然在笑 说不定 今天我真的能死在这里 苍南136小队 前有无常见识 后有不死见者 依然对海境强者无计可施 却因持近少年的一个响指 把局面完全扭转 这就是静虚之间的克制 林七叶驱使两笔 执刀急速破空 飞旋着斩向韩绍云的搏壳 韩绍云强忍后背剧痛 挥出一道狂风 将两笔执刀撞得到飞回去 下一刻 林七叶脚尖轻点在一笔 伸手抓住另一笔 灵活地在半空中悬过半圈 执刀再次斩落 可这一击根本破不了防 反而被以韩绍云为中心的弃旋扭击 后背的瞬间 紧跟来的是一道锋刃 红云两人也从背后而至 缭绕着火焰的长枪再度刺出 颠红的枪尖在空中挽出躲躲枪花 陈木也身伐鬼魅如影随形 两顶刀悄然抹向他的脖梗 三面受敌 即便海境的韩绍云也开始吃力 就在亮枪的一刻 吴湘南顶着狂风 从后一把抱住了他 灵七夜愣神间 就被拉住手 陈木也一手一个拎起 飞快跑远 二人一脸猛低 直至狂风吹起吴湘南的斗篷 才看见下面那绑得整整齐齐的炸药包 随即而来的是惊天动地的爆炸 一团巨大的蘑菇云 冉冉升起 熊熊烈火在街道上燃烧 灵七夜和红云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队长这事 陈木也一脸淡然 放心吧 湘南的禁须是重生 在川境有十二次复活的机会 灵七夜确实被惊到了 这事件还有这么离谱的禁须 难怪刚刚跟他说 出手必须抓住时机才行 那他以前一直都这么用自暴来战斗吗 红云忍不住问道 不是 陈木也微微摇头 很久以前 在他还没受伤时 不是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的他 很强 阎晨中 吴湘南的身体扭曲重吓 看得让人有点头皮发麻 此时的他回头望去 无奈一叹 最后一次重生的机会用完了 还是没能杀掉他 韩绍云咳嗽着战绩 目光看向完好无损的吴湘南 眼中尽是震惊 你是 蓝鱼小队的不死剑者 就在此时砰的一声传来 尽管他全力侧身 依然被击中了尖头 狙击枪 是为数不多能伤到高境界能力者的热武器 只差一点 你们就能杀死我了 很可惜 接下来 我将会让你们见识到真正的大风灾 此刻 韩绍云双手抱援在胸前 一点深蓝出现在掌尖 旋转壮大 那是一枚封眼 一缕缕气流从周围汇聚而来 在气流的作用力下 韩绍云整个人缓缓挑起 灵七夜精神力扫过封眼 感知告诉他其中蕴含的恐怖力 一旦成形 哪怕是无界空欲也会被直接撕开 到时 卷起的狂风 怕是足以将扮作苍蓝立为平地 韩绍云竟在此时开口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话让灵七夜一挣 他觉得 韩绍云似乎在暗时的声 狙击枪声再次响起 可子弹在逼近封眼时 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屏障 死死卡在了外面 红鹰眉头一皱 火焰长枪爆射而出 可长枪也如子弹一般被完全撞 韩绍云的周围 有着一个绝对无敌的风欲 任何东西都无法入侵其中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 封眼越来越大 向周围逐渐扩散至极 另一边 和胖胖等人 接近无界空欲的沈青竹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曹渊看见他神色有意 怎么了 难道你能看到无界空欲里的事情 不 从外面当然看不见 只是 拽哥犹豫片刻 缓缓伸出右手 不知道为啥 突然就想对着里面 打个响指 悬浮在韩绍云掌尖的深蓝色封眼 就这么突兀的消失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一三六小队的众人同时一愣 就连韩绍云自己都猛了 红鹰 封眼怎么 温其末 突然消失了 韩绍云正了半手 抬头看向陈沐爷等人 眼中浮现出一抹笑意 做得不错 陈沐爷此时也有点怀疑人生 刚刚发生了什么 只有林七叶像是想到了什么 因为他看见远处 一个身穿军装的男人 掀开了无界空欲的一角 胖胖一脸疑惑问道 拽哥 你刚刚为什么要打响指 沈青竹思索片刻开口 可能是 本能吧 一边是狂送民表的地主傻儿子 一边是没有感情的机械干饭人 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想法 加入苍南一三六小队 只因其队长是出了名的护独子 就在刚刚 林七叶看到沈青竹后 眼睛微微一亮 韩绍云制造的封眼 说到底只是急速旋转压缩空气 而沈青竹的器皿 却能操控空气品身 对他来说 抽干一个范围内的空气 再简单不过了 真空下封眼还能存在吗 拽哥这是专业对口了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大风灾序列是079 而器皿是068的缘故吧 圆刚的双萌一气 注视着悬浮空中的韩绍云 下一刻 整个人直接跃至韩绍云的头顶 右拳砸出 金色的波纹荡漾 宛若一枚流星般砸下 一道沉闷巨响传出 空中的韩绍云 就像是炮弹被垂落地面 在地上砸出一个 足有数名的深坑 圆刚像是一尊人形战斧 缓缓落在韩绍云所在的深坑之前 双拳宛若雨点般 砸入坑中 大地震战 地面上的裂纹越来越厉 等到整片街道都快被轰塌时 圆刚终于停下了拳头 至此 韩绍云在种种因素下 最终败下阵来 圆刚一手把他提到半空中 圆姑苏是守夜人小队队长 现任信徒第十三席 韩绍云 你已经落在我的手中 下半辈子 就去摘戒锁里毁过吧 奄奄一息的韩绍云嘴唇 微微颤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双眸之中 浮现出一抹绝望与气球 忽然 一柄直刀从后次穿了他的胸口 圆刚瞳孔骤然收缩 陈队长 你这是想干嘛 陈牧也缓缓拔出执刀 淡淡开口 杀人 他已经没有你威胁 注定被关入斋戒所 生死将由审判庭决定 你凭什么杀他呢 他想杀我的队员 就必须死 陈牧也顿了顿 或许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解脱 圆刚皱眉看向韩绍云 满布血痕的脸上 竟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心脏被刺穿 普通人早就死了 但韩绍云毕竟是海静强主 还弥留着一口气 他妄想陈牧也 似乎想说些什么 陈牧也犹豫片刻 弯下了腰 将耳朵凑到了他的嘴边 小心 一语 他一定会回来 杀那个少年 说完最后一个字 韩绍云双眸就暗淡了下去 陈队长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事情不合规矩 圆刚沉申开口 觉得我做事不合规矩 就去找少平德投诉吧 陈牧也毫不在意转身 走向一三六小队 众人同时开口 在苍南 我陈牧也 就是规矩 圆刚注视那离去的背影 叹了口气 这位的脾气 还是这么大 队长 那个韩绍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收起无界空域后 红英疑惑问道 陈牧也沉默片刻 一个被古神教会 控制的可怜人罢了 可我看他好像真想杀了七眼 古神教会 能把人控制得这么彻底吗 吴湘南线一步开口 他们的契约一旦签定 就会与灵魂绑定 真正的从思维本身开始作用 也就是说 就算信徒对命令不满 也不能以任何形式 拒绝或者阻碍执行 斯小南顿时小脸沙白 那岂不是和傀儡一样 差不多吧 不过有些人 是心甘情愿做傀儡 而有些人却是痛不欲生 听后林七夜眉头皱起 既然古神教会控制了韩绍云 为什么要让他离开守夜人 将他安插在内部 不是作用更大吗 其余人脚步都是一顿 红英张大了嘴巴 七夜弟弟你的思想 好阴暗 这不是常规思路吗 陈牧野对此并没有否定 虽然韩绍云没有留在守夜人 但不能排除 没有其他信徒潜伏的可能 只因直接从灵魂层次 绑定的契约无比珍贵 即便古神教会拥有的数量也不多 每一张都只会用于 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人身上 而他们发展信徒的目的 就是为了弥补人数不足的问题 发展信徒后 安插来当卧底 从某种意义来说 反倒是浪费 再者这种契约 也不是绝对控制 被控制者可以通过暗示 来提醒别人 就像刚刚韩绍云说的 从根本解决问题 也属于这个方面 所以放任信徒 在守夜人里当卧底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吴湘南突然振臂一呼 好了 新年第一战算是打完了 咱就不要再想这些事了 红英叹了口气 七夜弟弟明晚要回营了吧 下次再见就该半年之后了 吴湘南笑道 那时他可就是真正的守夜人了 七夜 明天喊你那几个朋友 来家里吃饭吧 陈牧野也表示 之前因为你们两个 都是对方目标 不方便聚在一起 现在事情已经平息 怎么说 你也是苍南的东道主 叫他们来家里吃饭 也是应该的 来我家 红英拍了拍胸脯 我家够大 林七夜犹豫片刻 点了点头 我问他们吧 第二天中午 林七夜一行人 站在了别墅门前 胖胖看看别墅 又看看林七夜 好家伙 七夜 你这住宿条件不错啊 这是一个朋友的房子 我只是暂住而已 草原嗅了嗅咽了口唾沫 我闻到了肉香 他们这两天吃的都是外卖和泡面 早就把他给憋坏了 拽哥比一开口 你不是个和尚吗 不是 我只是心中有福 拽哥皱了皱眉 不是说让你请朋友来吃饭吗 为什么还叫上我 林七夜三人转过头 古怪的看着他 胖胖无奈复 傲娇也要有个限度吧 叫你来当然是说明 我们觉得 你这两天工具人当得很不错啊 拽哥嘴角一抽 死胖子 皮痒了是吧 好你个沈青竹 今天刚给你把工钱结完 开始嚣张了是不是 林七夜无奈地叹了口气 闹够了没 闹够了先进去吃饭 林七夜在饭桌上相互介绍起来 每当他介绍完一个人 胖胖都要从胳膊上解下一只手表 笑呵呵送到大人手里 沉默野队长 果然是气质不凡 只有这只劳力士能勉强配得上您的气质 湘南哥 这次出门我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只绿水鬼还请你务必收下 红莹姐姐 你长得也太漂亮了 就是手腕有点空 这只饭客牙宝正符合你的气质 拿着一只劳力士的温奇木 表情古怪地凑到林七夜耳边 这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林七夜对此给予了肯定 人还不错 就是这脑子好像不太好 可惜了 而曹渊则化身成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 看得冷宣冷汗直冒 这孩子是饿了多久啊 饱餐一顿后 林七夜便拿起行李 与136小队众人告别 和其他三人一起前往之前约定好的上车地点 几辆熟悉的大巴车已经再次等候多时 胖胖表示 七夜你所在的小队分为真棒 要是我以后也能加入你们就好了 曹渊也感叹 特别是队长 饭做得特别好吃 会有机会的 走吧 我们回集训营 少年还是个没出营的新兵 就震惊了所有人 只因他被授予了守夜人的星辰勋章 要知道这没勋章在整个守夜人 也只有1%的人能够拥有 回到集训营的次日 熟悉的哨声响起 林七夜飞快从床上下来 对面的胖胖还是一副猪歌样 林七夜反手抄起拖鞋 就甩他头上 嫡媳 明显这三天的精力 对他已成阴影 林七夜翻了个白眼 集合了 你不会第一天就想迟到吧 众人在训练场上集合 所有教官正装出席 袁刚大声开口 今天把你们聚集到这里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为你们中的两个人受训 一时间台下之人都疑惑起来 他们还是没出营的行兵 就有人拿到功勋了吗 此时胖胖好奇问道 七夜 你有没有觉得 教官好像少了几个 林七夜给予了肯定 少了三个 应该都是补神教会安插的内部 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胖胖现在才后知后觉 难怪我们刚出营 就有几颗导弹打过来 袁刚继续到 我先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守夜人的功勋划分 功勋分为四种 获取程度由一道难 分别是星虎 星辉 星辰 星辰以及星海勋章 袁刚随手拿下了胸前一枚淡红色的徽章 这是最容易得到的星虎勋章 完成重要任务 保护人民群众安全后 就能获得 击杀超高危级神秘 平息大型灾难 才能获得 最后他给众人展示了 最为精致的深蓝色勋章 这是星辰勋章 就需要击杀无量级神秘 或者平息足以造成 社会动荡的大型事件 在整个守夜人中 只有不到1%的人 能获得这枚勋章 至于星海勋章 则是守夜人所能获取的最高级物 整个大厦拥有的不超十人 对于如何才能获取这枚勋章 就连守夜人高层 都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 报告 将 教官 无法给出标准 怎么判断 能不能拿这枚勋章 当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拿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颁发给你 袁刚平静地说道 如果硬要一个标准的话 近5年中 唯一一个取得过星海勋章的 就是假面小队的王面 5年前 神明序列040的八旗大蛇登陆东海 王面以自身受援为代价穿越时间 回到八旗大蛇登陆前一小时 下令疏散周围数座沿海地区的民众 同时带领假面小队 与八旗大蛇殊死搏斗半小时 撑到了一位人类天花板降临 救下了数万万人 你们以后若有谁做出的贡献 能比他还大 自然可以申请星海勋章 零七夜案子吃惊 5年前 的确有过东海超大规模海啸的新闻 没想到背后的真相居然是这样 接下来 我来宣布第一个获得勋章的人 零七夜 在导弹袭击事件中果决出手 救下50余名新兵 保全守夜人未来的活主 最后与136小队并肩作战 击杀信徒第13席韩绍云 在此 授予新陈勋章 听到是新陈勋章 台上的教官也吃了一惊 只因袁刚都只有三枚 这个新兵没出营 竟然就得到一枚了 不过仔细想来 似乎也并非不能理解 光是大巴车上来 替全车新兵扛下导弹碎片 零七夜就担得起这枚勋章 这座集训营的新兵 是守护大厦的预备队 未来守护国家的中间力量 一旦出事 守夜人的更迭 就会出现断层 势必会减弱全国的守卫力 而近几年出现的神秘 越来越强 如果守夜人力量减弱 将是席卷全境的大危机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 零七夜这次保护新兵的行动 确实是平息了 足以造成社会动荡的大事件 而且这还有高层的态度 重伤蛇女 参与击杀韩绍云 说明零七夜拒绝了古神教会 坚定地站在守夜人这边 一个双神代理人 如此坚决明确自己的立场 高层不给些奖励就说不过去了 零七夜之后 还有一位 沈青竹 消除大风灾的毁灭性封严 保护苍男士免于风灾摧毁 授予心灰勋章 我去 拽哥 胖胖瞪大了眼睛 他啥手保护苍男了 拽哥自己都没想到 随手打出一个响指 就莫名其妙地救下半个苍男 等元刚下令解散 李甲李亮立马围在拽哥身旁 沈哥 你不是出去挣钱了吗 怎么还拿了个勋章 沈哥到底是我沈哥 牛逼 七夜 看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就是一个心灰吗 以后老子哪比这更牛的 这话传到胖胖耳中就不爱听了 不行 我得打击打击他的嚣张七夜 随即便扯着嗓子大喊 七夜牛逼 林七夜翻了个白眼 你是小孩子吗